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欢迎回到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讲座 那我们在这次来探讨技巧片 那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有类似的疑惑吧 就是说西语言的语法其实很单纯 当然我讲的单纯就是说 你可能前面会面对一些像BYS Operator 后面会遇到像是指标这样的议题 但是整体来讲语法还是单纯很多的路 特别是你跟西语家去做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西语言的语法很单纯 但是往往很多时候的困扰 就像荒冬标示出来这样子 其实你会发现说你在学习的时候 看到这些翻例程式码 乍看好像没什么问题 然后你也开始练习写一些基本程式 那你可以进去做的 但是麻烦利用在说呢 特别是看到Github上 越来越多的砖 都在Github或是GitLab 这一类的开放原始码的砖 或是一个程式码代管的一个平台 那你会发现说呢 很多经典的程式码 像Linux核心 Microsoft自己也发布了很多程式嘛 那你会发现说 很多东西呢 就是总是学过 就是学过看过 但是好像从来没有掌握 然后更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你会发现里面 无可避免会有些奇境 就是用起来真的很奇怪 然后你都会怀疑说 你到底在看的东西真的是西语言 但是 在探讨西语言之前 我希望大家认识到一件事 这种挫折感绝对不是只有西语言 这种挫折感呢 其实你面对这个语文 我讲就是人类的语文 从这个中文啊 日文啊 英语 基本上都有这种挫折 对吧 就是 呃 我们讲个简单事情 就是说你看 世界各地有这么多研讨会 那这个也 特别是在国际研讨会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会优先使用这个国际的语言 比方说像英语 这样一个国际语言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说呢 呃 你会发现里面很多讲者 很多都不是英语背景 就是母语不是英语 但是呢 台下还是很多人听 所以关键的地方是 人们在意的地方 绝对不是语言的语法 也不是 呃 比方说一些惯例 其实更 更多的时候是在什么呢 是在本质上 比方说 这个研讨会来探讨这个Linux 那你会发现说 呃 特别是这几天 在Linux的研讨会 真的非常广 真的 Linux Foundation 举办的研讨会 是很广的 从这个 网路啦 然后图形 甚至跟blockchain 都出现了 那所以你会发现说 本质呢 才是最关键的 那当然 那探讨城市的本质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注意到 我在这次的讲座 不打算介绍城市的本质 我反而是讲一些 呃 技巧 那当然这个技巧呢 就比较难分类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你所不知道 西元的讲座里面 我尝试做分类 也可以看到过去 我们分类的项目呢 包括说指标啦 韩式呼叫啦 地回啦 好记忆体啦 编辑器 最佳化 还有包含说 像怎么做无尽导向 执行时期的资讯 那所以你可以 大概可以想说 这个技巧片这边 其实我们来探讨的 更多的是在 呃 比较不好分类 但是在理解 特别是大型的程式的时候 很有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 小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范例 好 然后我们在之前的 讲座呢 有探讨说像这个 呃 包括说Linus 还有背后的这种 系统软体的 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个 很多程式呢 乍看很单纯 那其他背后会有一些 像的议题 好 比方说这边 有一个 转置矩阵 转置矩阵的实作 那你可以看说 转置矩阵的实作呢 希望 怕你忘记了 我还是帮你复习加吧 好 这东西其实在 理科数学是有学过 好 那其实就是 横的跟重的对调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像这个 当然这个领域 是在先进代数的领域 所以比方说 你看这边原本是这样 1234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如果转置之后呢 就变1324 你发现规律了没 好 原本是这样13 摆过来 变24 所以简单说直的呢 就变重的 重的就是 就是直跟重的 好 就对调 好 那同理呢 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123456 好 那所以这边要怎么动呢 所以这边12 再摆 好 那3456 好 那所以实际上呢 如果你不在意效能的话呢 那你就简单的用佛毁圈 就可以实作出来 好 那最主要就是 s跟y对调 那当然 这边还是有一点点小学问 好 这边 我们在这个 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 讲座里面呢 我们在指标篇 特别强调一个事实 就是说 西语言里面 没有真正的这个 正列 西语言的这个正列呢 其实我们称为叫做 array subscripting 它其实只是一个什么呢 其实只是一个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语法堂吧 就是它就是给你 给你这个方括号 它就给你一个subscripts 就是这样的一个 operator 好 那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 方括号的这个array subscripting 可以去标注说这个 正列的 就是正列的 下标 好 所以它其实从到尾 只是让你去 对线性的记忆体位置 做一个标注 好 所以不管是 二维的 三维的 或是更多维的 反正对这个西语言来讲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它只是给你这样的语法堂 那最后呢 你去存取记忆体的时候 还是像旁边中标出 的这一块 其实你还是要去把它 对应到线性的 好 那所以我们刚才讲到 转字矩阵的这个定义 好 所以就知道 就是直的 跟狠的 好 然后一个一个再变换 好 然后呢 那这边呢 实作来讲话呢 注意到我们这边是一个 naive的版本 好 注意到啊 这不是native 不要念错了 这两个字差很多 这个naive的是 法文 好 它的意思就是那种 天真无邪的意思 就是很 天真 很 很淳朴的那种版本 好 好 那呢 注意到呢 就是这段程式码呢 其实实作上是没有什么错的 但是注意到 我们在21世纪呢 光是 执行正确是不够的 我们在21世纪 其实 程式的效能 是 一定要被考虑的 好 所以注意到 正确性是不管 不管什么时代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 我们今天设计一个程式的时候 要考虑到 诶我怎么去提升效能 所以在这边来讲话呢 你有兴趣可以去追溯一下 就是说我怎么透过 SSE 透过ABS ABS2 或者说 Nian 这一系列的这种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就是说 我们如何去用到这些硬解机子 去加速 但是呢 光有这个 这个 加速啊 光强调这个效能啊 正确 好 还不够 其实我们要再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如何提供一个 更好的一个封装 好 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的封装呢 还是在西语言层面 只是说呢 我们在西语言设计一些 透过这个 API的设计 透过结构上的调整 我们让写程式呢 可以更直观 然后 尤其在维护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定义说哪些是界面 哪些是实作本体 然后就是 下面一个 规划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上面的程式 你再思考一下 它这样有什么问题呢 好 你看哦 这边 我们在做 就是这边一个是 一开始给你一个来源嘛 好 我们有一个最终目的的 机体位置 好 可是你看哦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呢 在中间的实作来讲呢 就 一览无遗 什么东西一览无遗 好 比方说内部呢 到底怎么去 表达 好 表示这个 比方说 不管是整数也好啦 五点数也好啦 它怎么排列 其实这件事呢 我们很可能 不需要一开始就揭露 给这个 开发者注意 好 我们可以定义系列操作啦 比如说 矩阵的乘法 矩阵的加法 然后 这些 包含说 矩阵阵列 这些什么啦 做运算 好 然后呢 再次上 我甚至还希望可以扩充 比方说 维度的扩充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思考一下 类似操作的程式码呢 如果我们先看成这样的一个程式 好 那你看哦 这一段程式呢 有点意思 你看哦 就是说我先去 用Type Define 好 然后呢 我就先看一个结构体 先宣告 好 就是一个前置的宣告 宣告的时候 叫做Matrix Implement 这个IMPL 表示这个实作 Implant Implantation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 矩阵的这个 这个 先定一个结构 好 就叫Matrix 但是Matrix 这个真正 它内部怎么去定的 是下面才定 好 那你看我们这边来讲话 我就是 我去定一个爪 我就寻告一个二维的阵列 当然这次在数学上 是二维的 好 然后在系列来讲 最后都会对应到什么 线性的基础 好 那后面呢 我们就加了两个 Function Pointer 好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两个呢 这写的两行 很多人乍看会觉得很恐怖 对不对 好 但是其实你可以回去复习一下 你所不知道的西元里面的 比方说这个指标篇 好 就是在那 在指标篇 以及在 呃 物件导向程式设计篇 好 基本上我们都有提到这样的技巧 好 所以注意到呢 这边呢 乍看你好像看到说 尤其你如果先 先学西加加在 或是先学Java 再学这个西元的朋友 可能觉得 欸这不是那个 这不是Method 或是一个什么 或者是一个什么Virtual Function 好 注意到不要把它想到复杂 其实在西元来讲 这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Function Pointer 好 所以它本质上它是一个什么 还是一个指标 有指标就是有数值 好 那指标呢 就是我们来来操作机器的单元 但是本质上还是数值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说 不管是EQ 还是MUL MUL 这边就是乘法意思 不管是做数值的比较 还是做乘法 那本质上呢 它只是一个Function Pointer 所以这边只是存的数值 好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我这边呢 宣告一个什么 4乘以4 总共是16个单位的Fault 好 所以你就想在这边的那个Structure 里面呢 我宣告16 16个Fault 然后接着两个什么 两个Function Pointer 好 那当然这个Pointer的大小是多大呢 就跟你的Databus有多大 我就跟你的多大 好 那比方说在我的电脑 是有14维的架构 那这边就是个别64维的Function Pointer 好 然后呢 接着我们要去宣告这个具体的实作 好 注意到一件事呢 我们这边要加一个Static 然后我们这边加Static的用意是什么呢 好 那有兴趣可以复习一下 在这个编译器和最佳化原理篇 那我们有跟大家讲到这个西元的这个最佳化 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Compilation Unit 好 所以简单来说呢 在这个就是Compilation 就是Compilation Unit 好 那所以在这个 在这里面呢 好 我们这个 西元的程式呢 在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想会把模组化 所以我会把 点H檔 HeaderFile 跟点C檔 把它分离出来 那我们可能点C檔有可能很多个 好 那编译器呢 但是一次呢 是面对一个档案 好 所以即便呢 你好像你可以在编译器 编译的时候 你可以加一堆Source Code 好 就是比方说这个把Source File 列得很长 好 A.C B.C Z.C 好 之类之类之类 你可以列出一大堆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西元在编译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档案接着一个档案 实际上是这样编译的 好 它没有那么神奇 这种平行编译的一大堆 好 其实在西元的编译器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接着一个 那每一个点西档呢 就是一个单元 好 当然不见得是点西档 好 其实我可能有不同的副档名 好 但是本质上呢 它就是一个编译的单元 那每一个编译单元里面呢 它其实都会有一个对应的Scope 好 那如果呢 你上面加了一个Static 这就意味着什么了 这个Function 这边指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呢 它有效的范围值在什么 在同一个档案里面 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要特别这样写呢 好 因为注意到就是说 比方说乘法 这个东西太常见了 对吧 所以你如果把它标志成Static 的话呢 那 顶多只会在这一个同个档案 会撞到名字 好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没有特别去宣告这个Static 就有点麻烦了 比方说 A.C里面有这个什么 MUL 那B.C里面也有MUL 好 那这样就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你要尝试去LINKING的时候呢 就会这样 就会有重复定义的符号 那就是GCC 或是其他的编译器 就会给你一些警告 好 那我们先看好 就是说这边来讲 我们就定一个什么 就是宣告了一个MUL 那底下对应的实作就在这里 好 那我们刚才提过了 我们在正列的表示呢 我们先用个什么 4乘4 那当然 应该有发现 这4乘4看起来好像 好像写实的不好 没关系 我们先来看好 先一次突破一点 好 那我4乘4的话就可以这样子买 对不对 就是 这个 这里4个整数 这边 我先说了 这边4个伏点数 所以我总共有什么 4组 4 就是 就是每4个伏点数为一组 所以我总共有什么 总共有4组 所以这4乘4组 总共有16个 好 然后呢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件事 乘法 那还记得这个 矩阵的乘法吗 这个 自己去想这个细节 那总之就是 就是 好 列 再来做这个运算 好 那所以呢 你一样呢 你也可以用那个FOR圍圈走法 不过注意到啊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来讲话 那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 三层的FOR圍圈 当然 在这个 矩阵的乘法 里面呢 有很多最佳化的空间 我们这边 不讲它最佳化 好 那总之呢 我们提供一种实作 好 所以这很显然 这个MBL它提供一个实作 那我的输入呢 只有两个 一个叫Matrix A 一个叫Matrix B 那Matrix A也好 Matrix B也好 本质上都是什么 都是 来自 这一个结构体的定义 好 所以也注意到啊 我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Matrix 这个结构体 另外一个也是Matrix 这个结构体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回传值还是Matrix 这个结构体 好 我这边做完这个操作之后 我就回传 好 好 那接着呢 好玩的事情发生了 在哪里呢 看到我在 出史话的时候 我会做一件事 做什么事情呢 好 我先把我的相关的动作 比方说 我又做了这个equal 就是我觉得 我讲的 类似上面的方法 我实作一个equal 好 然后MUL 我就 就在这边定义 好 好 那这样的话 注意到如果你第一次看到这个语法 这个叫什么 叫做Dedinated Initializer 好 这个是什么 这是在C99 C99以后有的语法 好 特别提醒大家 以下就是说 C++ 是不支援Dedinated Initializer 好 注意到从1999年以后 西语言 跟C++这两个城市语言 就缤纷两路了 好 所以注意到 这样的上面这个写法呢 是什么 Dedinated Initializer 好 那如果说这个 C++的话呢 它就各自的 有对应的这个Constructor 给予不同语法 好 那你看哦 我们这样子写的话呢 咦 这样子单纯很多 你看我们在执行时期呢 可以去定义什么 定义说 这两个Matrix 物件的操作 好 然后呢 我正在要去乘法的时候呢 你看看好不好 我假设我先把M跟N 都已经初始化了 好 之后呢 那你可以去呼叫这样子 好 那当然如果说你学过这个C++的话 你会觉得 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operator overwriting啊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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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机制啊 好 去做 但是呢注意到呢 这个在西语言呢 其实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取舍 西语言当然可以把语法弄得很复杂 那但是这样的话 西语言的编译器就会跟着复杂很多 好 我想大家在编译 类似的程式 类似的程式 类似规模程式呢 用西语言跟西语言去撰写 那你就会发现说 编译时间是落差很大的 好 在很多时候西语言的程式码编译都很快 好 但是西语言就不一样 有时候乍看程式码很短 但是 里面可能用了STL 一般BOOST 输出这种很复杂的机制 这种很复杂的机制 这个导致说 编译时间很长 所以注意到西语言的设计目标 一直都是希望语法上可以简介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做很特别的事情 可以怎么办呢 好 比方说你真的想要在上面 发展一个 物件导量程式设计 那其实 这个是有解法的 就是说如何去兼顾这个 西语言的弹性 西语言编译器的这些效能跟简介 其实这个是有做法的 比方说像这个在Gnome 在Gnome里面它就直接实作一个机制 怕你不知道这Gnome是什么 Gnome是在Linux 在BSD系统上面 就是作业系统上面 很常见的桌面环境 好 那在Gnome里面 就是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首先 Gnome里面很多层次都是用西语言去开发的 好 接着在西语言的基础上 开发一个东西叫G-Object 好 那如果你对G-Object 有一点好奇 想要知道它的原理的话 可以回去参照这个 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 物件导向程式设计篇 好 那就讲得很细致了 好 那总之呢 再讲一次 我们的底层是用西语言去开发的 然后上面用个G-Object 所以这个G-Object 就发展了一个 物件导向程式开发的一些机制 但是用起来有点麻烦 好 这时候怎么办呢 没关系 在上面发展一个东西叫Vala 好 注意当然 Vala它是一个程式语言 可是呢 这个程式语言呢 跟你平常用的西加加拉跟G-Object 很大不同 因为比方是Vala这个程式语言 它最终呢 会转换成西程式 好 所以你看到 我一开始呢 会写一个小程式吧 好 给我们来看一个小程式 那这个 呃 就是比方说我们来看 看几个范例吧 范例 现在还有New 对不对 看起来好厉害啊 对不对 然后进来有什么 诶 看起来可以有genetic的东西 对不对 好像细缘没有东西 好 那甚至还有就是using 不是include是用using 好 但是注意到一件事呢 这个东西呢 乍看就很像是吧 好像Java 很像西加加 好 其实很多人 喜爱的 很多人说 我喜爱西加加 我喜欢Java 好 其实很多时候是喜爱语法而已 你可能没有掌握到那个精髓 好 注意到啊 我们在学习每个语言 我讲的语言 不只是程式语言 好 包含说 人类用的语言 好 其实你不能只是学表面上 好 就是说你看到一个日本人就跟你讲 好 对不对 那其实完全不是说 跟他秀说怎么 你会得日语的那个谚语啊 甚至你可能可以背出一小段话 其实多半说不止 多半说你要去掌握 比方说 在日语里面它的静语怎么用 称谓怎么用 然后再说 我去表达的时候 其实它有不同的文化来蕴含 我想大家在学习英语的时候 都会发现说 其实英语来讲文法不难 但是尤其在撰写文章的方式不同 好 就像这个 传统中文的写作人 有些遗读嘛 就客举时代遗读 反正总之我们就喜欢把文章写得很神神秘密 你搞老板就不知道在干嘛 好 但是你看英语的写法 特别是在 新闻导向 或者说在大众的媒体下 你一定要第一段把这个什么 你的大意就要把它写出来 就是第一段就要写出来 我这边就是在讲的嘛 开门见山告诉大家 我就是在探讨 比方说我这次的讲座我想要讲什么 好 那底下是细节 好 你都不想要在搞什么 跑去岳阳楼 然后看老半天 你又 就讲什么 其实搞老半天 你喘我老半天在这上 原来他讲的事情 不是讲的岳阳楼怎样 是讲说 我又贬值了 我又不受众 因为我好难过 但是搞老半天 就是掉了马打戏 注意到 我不是批评说这样的文章不好 注意到 这就是一个文化 那通常我们学习程式语言的时候 重点就是文化思维 好 那回到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 我这边乍看很高阶 但是没关系 再透过WALA 刚刚提过了 透过WALA 你做什么事情呢 你就是把它转换成 最后把它转成成西语言程式 然后搭配什么 G-Object 实现这个物件导向 那所以物件导向的话 不然说像封装 不然说这个继承 甚至你还可以做到 不是静态的继承 你可以做到 执行时期 我们所谓 动态的继承 甚至还有像RTTI 在执行时期的时候 还有形态的资讯 好 所以 注意到 我们今天掌握西语言的时候 包含说这种 这种机制 什么机制呢 就是一个 程式语言的扩充 这个其实是很 很常见的 尤其在这个 一直多核的运算 所以所谓一直多核的运算 就像你每天在用的手机一样 你的手机里面的东西可复杂 你想想看里面有什么 多核的处理器 对不对 听起来就很累 有GPU 有DSP 专门做这种讯号处理的 包括声音 影像 甚至还有AI加速器 对不对 什么前后2000万拍照最清晰 这种 反正就是说 我想这个 你去问女孩子吧 对不对 你说这个相机 怎样才是好的相机 对不对 照片很棒 这个相片很棒 棒在哪里 因为跟本人不像 对不对 因为跟本人越不像 那越赞 对不对 就是这个拍照 所以要怎么拍出来 跟本人不相似 或者说要把 刚好把本人的一些 瑕疵 刚好可以去掉 对不对 这个厉害了吧 所以 这东西废话 当然要做很多运算 所以回来讲 像你这种手机的运算来讲 其实很麻烦 你要掌握 CPU GPU DSP AI加速器 还有那些什么 NPU 神经网路加速器 这种机制 所以你建构的时候 你底层可能还是用细元去开发 比方像Dinus Code 用细元开发 那在这次事实上 我们就可能有些 特别的语言 比方说你可能知道 就是说 OpenCL 那你可能就会透过 OpenCL 或者说 搭配一些 像OpenMP 这样的一个 在 语言层体的一个扩充 那当然这种东西 太多了 甚至你可以用一些 其他的一些扩充 那总之呢 它的呈现就很像瓦拉 就是说 它可能是转换成锡扣 或者说 它搭配 它是用一个 锡语言的 韩式库的形式存在 或者说 对锡语言做的扩充 好 总之呢 透过这些编译器 透过这些基础 运作原理 你还是可以让 主体锡语言的程式 可以去运作 好 这也是为什么你在学习 锡语言的时候 一定要了解 注意到的是 一定要了解编译器 你绝对不能把编译器当作黑盒子 有些程式员是可以让你把编译器当黑盒子 毕竟它可能是一个虚拟机器 或者它是一个编译环节 但是锡语言不行 因为锡语言就要解决实际问题 锡语言给你足够的掌握 对系统有足够的掌握 锡语言让你当主角 就是想说 我站在这个系统管理者的角度 我会想 我这种东西怎么规划 我上面需要跟不同程式员去沟通 所以甚至包含说像是马韩式呼叫 甚至包含说在执行时期的行为 这都是你需要足够的掌握 好 那再回来看看那个范例 所以你看 我们这样子写的话 这不是最好的写法 这远远绝对不是最好的写法 但是这样的写法给我们一些弹性 第一个弹性是什么 就是说 我这个矩证的操作很多 我去比较矩证是否一致 我去做矩证的乘法 做矩证的加法 那你可以发现 我这样子写呢 就可以这样 在执行时期呢 就把那个 资料的表示法 跟实作把它拆开来 好 所以对这个使用者来讲的话呢 甚至包含这一段程式码 他都不需要知道 好 如果先写好 他只要知道怎么去include就好 好 那有趣的地方是呢 包含这个结构体内容呢 其实你不用懂 好 所以简单说 这边标示出来的 这个 正列的结构 内部的怎么实作 好 使用者不用知道 那同理 这个 惩罚本身呢 使用者也不用知道 他实际上怎么用 那我可以用一个 一致的方式去表达 好 所以你可以像说 我们透过这个 Dedinetic initializer 这个单纯很多了 好 但是呢 这样的话呢 其实这样 其实还是不够好 所以我们这次在想 好 这哪里还有不够好 对 所以从你去思考 好 那今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如果要去挑这边的问题的话 你看 其实这个问题很明显 我们今天传递的东西是一个结构 那结构呢 本身来讲话它是 我们这样写法呢 是有很大问题的 对不对 我这边写死嘛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今天要处以3乘3 好 5乘5 或者说它可能不是对称的 它可能是 就是6乘4 对不对 诸如此类这种 那这显然 目前这个石头是不行的 那更麻烦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边的这个结构体 随着这个底下的这个阵列的大小 对不对 假如从4乘4提升成6乘6 那从4乘4提升到6乘6的时候呢 这个结构体占用的 机体空间绝对不同 那既然占用了结构体的空间不同的话呢 诶 这个东西就尴尬了 那所以我最终回传的东西呢 它到底这个结构是多大 其实这样 其实就是一个有争议的地方 你说按照这样简单 我就把它改成 传递一个指标 去做 好 但是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呢 其实这本质上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议题 就是我什么时候该用指标 指标如果用的太多太复杂 比方说指标的指标的指标 对不对 你应该就看过这种东西 两个星星是很常见的 对不对 叫指标的指标 但是有时候也会看到三个的 特别是在正列操作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如果把这个东西都改成指标的指标来做 对不对 那三个星星就是很常见的 好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今天讲那么多之后呢 你发现说 我们需要一个思考的议题 那这个思考议题就是建构在一个一致的想法上 好 那这边呢有一个很有趣的文章 你可以点一下这个连结 这个连结呢 它的这个 这边超长的 就是这个东西呢 它的名字叫做什么 叫做C-Style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Style 在做什么 好 注意到你不需要 也没有必要 完完全照着这一篇文章 注意到 像这篇文章里面呢 其实我个人就有一些 有一些观点我是不认同的 好 但是注意到我不认同 不代表说你需要全版的for 我病好了 一个人说话不可能完完全是没有意思 即便是我们的寒导都还是可以 有时候还是可以讲出一些 有点用的话嘛 至少它有感动到我们些人 好 那回到这边C-Style 那注意到呢 这边C-Style 它想要做什么 就是尝试去列出一些 就是你会想说 就像有点像休止学 怎么写才会展现得比较清楚 怎么写呢 才会比较好维护 那怎么写呢 才能够让这个编译器最佳化成 得到对应的效果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 来照着这个C-Style 这边去写 好 那这边来讲话呢 它就什么 它就 它这边就给你一些建议 好 就从这个 从这个 上面这段程式码 然后我们就开始思考 这边来讲话呢 它说什么呢 好 我们呢 倾向是回转一个数值 而不是去改变指标 好 所以你看到 像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比方说我要去做这个操作 你看到 这个方形呢 它是没有混存值的 好 那你看到 这边来讲话呢 我这边有一个什么 我这边有个绝标 好 注意到这个Constant的用 好 那再来呢 那我这边有一个什么 这大概猜得出来吗 这一定是一个结构体 好 好 那所以你看我这边有个drink 好 所以我先去assert 好 注意到assert是一个maker 好 在这边assert来讲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判断 好 就是我可以 比方说我在debug build的时候呢 assert会发出作用 好 所以就看 如果drink是now pointer的时候 我就这样 我就停下来 在执行时期靠出这个错误 那反过来说呢 那如果你是在release build的时候呢 这个assert就会被移除掉 好 所以assert它本上是一个maker 好 好 那我们这边对这个assert 对drink这个东西 透过assert去做检查 好 那你看哦 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是这边是指标嘛 好 所以我就指标 比方说把里面的这个成员 比方说就是carl 拿出来 好 然后再从这个结构体面 提出这个carl 好 然后做一些操作 然后之后呢 诶 这个drink里面呢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结构 好 那这个结构里面呢 还有另外一个元素 好 那一样我就做一个操作 好 那想这个东西呢 它说这个哪里不好 诶 它在这边说呢 其实你看哦 我这个drink呢 带进来了 但是这个drink里面呢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有改动 对不对 这个成员其实有被更动到 好 所以 这样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 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看哦 我们用指标用的多的话呢 其实这样子 乍看呢 画面中这个程式 指标用的比较多 而且我也分不出来说什么 这个程式执行完之后呢 指标所指向的内容 有没有变更 我们只确保说这个指标本身呢 它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数字带进来 但是我们不晓得 指标所指向的位置 好 就像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比方说海角7号 所以海角注意到 横春海角7号 那它本上就是这个地址 那这个东西 我可以宣告成它是不变更的 这OK 但是问题是 最终海角7号到底对应到哪里 好 你要去问阿家 对不对 好才知道这个 最后在哪里 对 可能田中青会还要跑出来 好 可能今天在这里 明天在其他地方 明天在内容改变了 所以注意到 这边来讲话 这是C-style 给你另外一个建议 好 你看上面是有个指标的 那我现在把指标拿掉 我就带入一个结构题 这个drink结构题 好 另外一个结构题 好 回传的时候呢 你刚刚看到 好了 回传的时候我就回传一个什么 也是drink 好 但是呢 我这边就一样用到什么 用到刚才讲到的这个Dedinete Interlider 好 所以你看我这些初始化的 我就会 我就这边去寻找一个 寻找一个结构叫drink 然后呢 我就把它的这个 它的caro 跟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成员把它做好初始化 好所以 这边 好 然后呢 这边就做什么 就做变更 好 所以你看看说 这件事很好玩 虽然程式码行数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发现 这样做法的差别在哪里 第一个呢 我这边 不是带指标 看到 一开始版本是带指标 所以我指标还要去检查 这个指标是不是有效的 好 可是我这边带的就是一个物件 这个结构题 好 所以我这个物件就带进去了 那我们再讲过了 西元的物件是什么 西元物件呢 就是有明确占有的空间 我在执行时期有明确占有空间 好 所以我不管这个进口多大 总之呢 它在执行时期就有空间 好 而且这样的话呢 在编译器呢 在编译的时候呢 就会做好检查了 毕竟这个东西带进去 一个提构题 好 那所以我就不需要什么 我就不需要在执行时期去检查 那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说 你看这个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呢 你就要了解它个别的成员 然后知道说 它其实它的 这个成员的变更 好 但是你还讲话呢 诶 这边我今天呢 去建立一个 进口这个物件 好 然后呢 我显然就改到什么 至少就改到这两个成员 好 它可能有更多成员 但没关系 我用透过 Dedinetic Insurizer 好 我去干嘛 我去标注出来 好 但是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就是在这个 C-Style 这边做的呢 它观点就是说 AW 这个比较好 就会单纯做 而且 写法就更直观 好 那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想法呢 回去看刚才那个 这个 举证的程式 好 那我们再继续检讨 那继续检讨之后呢 你会发现什么呢 就是Value这个栏位 还是要干嘛 还是要公开 好 所以我们不太可能说 是把这个 虽然我们刚才的目的是 希望把这个东西都把它隐藏起来 好 放在另外一个HeaderFile里面 好 你就想要做 可能叫什么Matrix Matrix Implementation.h 好 或者说Matrix Internal Square 就是它的内部实作 好 但是对不起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什么 4乘4 对不起 好 那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有什么改进空间呢 那你可以想 我如果把那个4乘4的改成什么 改成一个指标 对不起 那我指标去搭配这个Metal 去配置记忆体 好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中在动态的 那个 动态的这个配置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比方说有这个Matrix A 乘以Matrix B 好 可是你看 我们会希望这样子写 对不起 就是这个 在没有语法唐的前提下 好 Metrix A乘以Matrix B 对不对 这样还是直觉做的嘛 注意到如果你要做出这样的效果 你需要做什么事情 你可能像C++ 或者Operator Overloading 这样一个机制 好 但是呢 就是在C原来讲 其实这样子写还是直觉 直观多 但是对不起 刚刚上面写法要这样子写 对不对 那你看这样子写跟这样子写 这个后面那个写来不直觉 对不对 后面就是用起来 用法就比较复杂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既然呢 我是动态配置记忆体 通过Metlock 那我什么时候要释放 好 那你想说 如果我们的写法是这样 就是我这个配置了 就是我今天建立一个物件的时候呢 我就会用呼叫Metlock 那请问什么时候要呼叫Free 那如果你没有呼叫Free的话呢 就会遇到什么 就会遇到一个Member link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Matrix呢写的 是吧 语法上很清楚 好 就是显示上很直观 好 其实需要包装 好 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封装呢 其实就是讲这一题 特别是在设计这个程式的时候呢 这些技巧是很关键的 好 其实它没有深套的东西 当然我们讲深套的东西 其实往往就是这个地方 有三个回圈 好 那你可以去找一些演算法书 都会跟你讲说 咦 怎么去对矩阵去加速 而且去降低它的这个时间复杂度 好 这个是很多演算法书都会探讨一体中 其实我们这边不探讨 但是我们这边探讨的是 如何透过一些 一系列技巧 一系列方法 好 让你的程式呢 可以去隐藏一些实作细节 让使用你程式码的人 可以聚焦在本质上 聚焦在解决问题上 聚焦在怎么去使用 好 那我们讲的好的一个框架 往往很多时候不是搞得很复杂 更多的时候是做得很简单 很直观 比方说你告诉人家这么用 好 那人家就 原来A跟B 我就用大致这个Multiply 好 就可以做到成法 好 那我们不用去管说这个Matrix 是 4乘4的 有程度 好 但是呢 你看像刚刚提到的 如果你内部是Metal 那你一定要有个机制 要能够释放基底 而且最好的一方是什么 最好的一方是 既然用你这些Matrix 运算的人 他可能就是要做 多数的时候就是要做数学运算 那我可不可以让他聚焦在数学运算之内 而不用去管 实际上他如何释放 所以你要想这个东西涉及到下一个问题 如何释放 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探讨的机制 甚至呢 如果你再去思考 那其实 可能呢 以后这些数值的操作呢 可能还可以动态扩充 比方说叫个Blogging 或者是一个像Browser那种Extension 这个你们看到 这个东西议题就复杂多了 对不对 就是我在动态时期去扩充 扩充我的所作所为 对不对 你看这个东西的议题就变得复杂 所以注意到千万不要小看矩阵的操作 矩阵的操作 本质上它就有很多功能 而且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可能要通过不同的实作 对不对 像前面讲的 这个转置矩阵 它可能有不同的实作 所以我可能有naive的版本 对不对 就是很基本的版本 然后可能有Thin-D的版本 甚至有GPU的版本 好 那我可以在执行时期去选择 我要用哪个版本 好 比方说我GPU的话 而且我这样的数值特性 适合用GPU加速 好 那我就这个转置的时候 就改成GPU版本 好 那同理 如果这个系统判断 这个东西不适合GPU 或者GPU现在当下是不能用的 好 那我就退回去用Thin-D 或者用其他的机制 所以你看 我们今天在设计这个西远程式来讲 为什么我们在意技巧 其实更多的时候可以用相关的弹性 好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那继续回到刚才探讨的Matrix 这个议题 所以我想这一个例子 虽然它不是那么有趣 但是其实这引起蛮多思考的议题 就是说我们今天其实没有必要去追逐语法 追逐的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文章 就是它会想说 如何用西语言去模拟西家家的语法 或者说用西语言去模拟物件导向程式设计 注意到物件导向程式设计 它重要的是一个思维 语法本身则是一个语法 让你做事比较简单 最重要的是思维 最重要的是说我们今天做一件事的时候 如何呢 有了A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B怎么做 那有了A跟B之后呢 我西也可以知道怎么做 这就叫做直观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直观并不是很短 很简洁就叫直观 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它有前后的观点 对吧 我们讲一个人 讲话有一个逻辑 其实是讲这个人的嘛 就是这些东西的行为上是否可预测 或者说我可以从它过去所为 直到它现在 或者甚至更后来会做什么事 那我们在设计这些程式的时候呢 特别是要去思考这些议题 那刚刚那个Matrix这个东西呢 其实你可以来对照看这边的实作 这边就提供更多的封装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实际上用法就会复杂很多了 像这边这边 就复杂多了 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做什么 可以回去复习一下 你所不知道西元里面的前置处理器片 讲这个Free Processor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一个真正复杂一点东西 就会用到这些技巧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虽然这东西好像写得非常之复杂 对不对 但是用的时候又可以很单纯 用的时候就是你在用的时候 比方说这边有个Matrix New Matrix Resize 然后这个相当的那个动作 比方说你要做Copy 你要去设定这个数值 去改变它的Column跟Column 你可以做这样的操作 那最后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很简洁 那注意到呢 这个都是这个什么 都是我们讲这些 实际上你怎么用的 请你自己看这个部分 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用那个西元 程式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多期都要考虑这种特性 这种用法的部分 然后这些东西呢 其实也会在这个Linus kernel里面出现 那这边就有一篇这个 就是这篇文章呢 你可以自己看好 那底下是这个呂少龙提供的这个翻译 好那就这样这个 把原本在Linus weekly news里面去描述的这篇文章 他就会做一个翻译好简单说 Linus kernel怎么去做到这个物件导向 也许Linus kernel做物件导向的时候 做哪些驱舍 哪些东西呢 是要兼顾的 比如说我要兼顾说我的效率 那我要让表达上边的很方便 但是有些东西不是我们要实做的 就是说有些物件导向程式员 定了很多很厉害的语法 很厉害的一个机制 但是Know来讲 在一个地方是 我怎么去封装这个特定的资料 我怎么去继承 而且最好是动态的事情 去改变它的那个 就是比方说像同样是 你可以看到很多DWine Driver 对不对 同样是USB USB的Driver可多啦 USB Camera 那我们称为叫USB Video Class 它叫UVC 然后这个是什么 USB的Camera 然后再次USB的Storage 那USB有Audio 然后你看 你买回家的Webcam 如果档次稍微高一点 你价格 台币可能1000块吧 或是800块以上 我忘记现在的价格是多少 总之就是说 假设是你买的东西 1000块以上的 那个Camera 那你会发现 那个Camera 它一样是USB的接笔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可以找到一条USB的线 对不对 USB线然后接起来 可是呢 有哪里不同呢 比较好的Webcam 可以干嘛 它可以移动的喔 它可以自己移动 而且呢 它上面还有灯 更酷的地方是什么 拍到时候还会有声音 那你想 诶 所以它其实好多东西都有啊 对不对 它这个 它有灯 你能够运动 然后呢 甚至可以发出声音 所以它其实可能不是只有一种功能 甚至你会看到像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呢 也可以宣告成一个USB的装置 所以注意到 当你拿着USB线这样插进去的时候呢 不要小快这些事 做的事可多了 比方说呢 你可以把手机里面的储存空间 变成 让你的host 就是你的 Robot 或者电脑主机 可以存取的 所以你看 一边叫USB host 右边叫USB device 那 所以你看 我的手机呢 瞬间变成一个什么 USB的mass storage 我称为叫什么 叫UMS 就是USB mass storage 那你看 诶 但是呢 你除了这个功能以外呢 其实呢 还有加不同USB功能 大家比方说 你可能知道Android里面有个东西 叫什么 叫ADB 就是 顾名师就是 一个 Debug Bridge 那它就是用USB的线 所以你看 其实它就是 简单说 你就插了一条USB线 就像这样 插一条USB线 插到电脑上 那电脑只要安装必要的工具之后 你就可以对这个 Android手机 Android装置 去做追踪 甚至升级里面的程式码 好 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USB的装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 USB其实它有不同的类别 USB甚至还有继承关系 好 那这些东西 都是在Linx课统会想去继承的 我就继承的话 就可以避免重复的程式码 开销 而且我一旦有这种继承关系 你就可以知道 我是处于哪一个层体的 是在USB的Video class呢 还是USB的Mess storage 除此也可以知道不同class 那甚至还有一些什么 很多装置 像刚才讲的比较高档的webcast 它是好多个装置的集合体 所以它又是USB的Video 又是USB的Input 甚至还有可能是USB的Audio 之所以跪 就是跪在这种的 都混得上 好 但对科统来讲 我都可以用一个 一致的建议去描述 好 所以讲到这边的话 相信各位就比较清楚 就是说我们先讲技巧片 讲的技巧 其实绝对不是什么奇迹的 就是我们要解决问题 而且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希望更多的地方可以去重用 然后去创造一个 不只是便利的语法 更多的时候是在 把一致的概念可以传递过去 好 那我们具体来讲 来看这个 比方说像我们刚刚讲的 Deginetic Initrider 所以比方说你看 这样的程式法 可以原本是这样 注意点 这个Lookup 比方说你这边 你可以这样很长 有趣 你可以这样写 好 就是你以前写的时候 是0 1 4 对不对 那你看 这边是0 1 2 3 4 但是你可以 只去初始化特定几个成员 好 然后呢 所以你在799以后 就可以这样写 对不对 就是说我的什么 我的 正列 第1个元 第0个元素 是什么 就只拍成0 好 第1个元 就是编号 index1的元素 就把它标之1 好 从你index4的 就标之4 好 那你也可以这样写 就是先去定义不同的city 好 比方说台北台南台中 好 然后注意到这边呢 我们会加一个斗点 好 那为什么要加一个斗点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是有梗的 好 以前的比较旧的编辑器呢 会希望你不要加个斗点 但是比较新的编辑器 它是可以允许这边有斗点 那允许这边有斗点 什么好处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 学问在于什么呢 你就想说 我今天这个台北台中台南 好 它可能是什么 它可能是 透过程式码产生器产生出来的 好 所以我产生器产生出来的东西呢 我就在 字串后面加一个斗点 好 那我就产生第一个字串 第二个字串 第三个字串 我只要能够把这个字串一直接下去 我就可以输入进来 好 所以你就想说 我今天这个写程式呢 很多时候这个程式不是 每一行都是用 使用开发者自己敲进去的 有可能这一整个程式码 都是用产生器产生出来的 你可能是一个 share script 可能是一个python程式 反正不管 就是我的产生 那所以我可能一开始 就有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就会读取一个文字档 文字档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 都市 台北 台南 然后呢 我就透过这个share script 或是透过这个python 这些工具呢 那我把它转成锡扣 那我转成锡扣的时候呢 我就 在个别的什么元素呢 后面加个多点 好 就知道这是合法的锡扣 好 然后呢 因为我这个台北 台南 台中 都有什么 都是一个数 都是一些数字嘛 这是enum 就是标注它这些数字 好 那你甚至也可以取说 我要从哪里开始 不过对我们来讲 它从哪里开始 不是很重要 同时你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多个区域号码 ZIPCALL 比方说台北 100 台南 700 台中就是4.0 好 然后这样的技巧呢 其实还可以用了好多地方 好 所以主要 你在有时候看那个Linx 课论 有时候看不太懂 其实是 你没有掌握这个 DateNet 好 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个 另外一个延伸的议题 就是延伸的议题 就是说呢 我们常常写程式的时候呢 无可避免会有这种写法 对不对 就是我叫Maloc 就是Maloc 就是Maloc一段 记忆的空间 然后呢 我就标示 它就比方说我这边有一个结构体 叫做 叫做 Footbox 好 所以我就配置这个空间 注意到Size of 是一个operator 所以我就在编译时期 就知道Footbox的空间 然后我在执行时期 再通过Maloc去配置 好 那配置完之后呢 这个 这个空间 它其实放在哪里 它就放在Hip 注意到我们有两个空间 一个是Stack 一个是Hip 好 那我这边配置在Hip上呢 那它对应了这个 CornerType的物件 叫什么 叫Footbox 好 然后呢 这个不是最难 这个到目前为止 这个写法都还OK 对不对 那可是呢 麻烦就是这样子说 我要做 初始化的时候 很麻烦 就是 比方说呢 我们要配置的时候呢 能不能把刚才那个 Designet Initializer 把它加进来 这样子写 诶 可不这样写 这样就很单纯 但是 你以前用这个Hip的时候 不能这样子写好了 你以前要可能要 就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个成员 就要 一个接着一个去初始化 好 那这边就有一个小技巧 好 这边就能注意到这些技巧 这边技巧就是说呢 我先做一个 先做一个 简单的help function help function 就是我去配置一体 那如果配置成功 好 那做什么动作 或者就是 返回一个空的 就是失败的 好 所以你看 这边呢 我就透过刚才那个 main dupe 这个dupe 就是dupitex 的缩写 那你看我这边就是什么呢 我这边就是 我去选择到形态 好 就透过macbook 再进来 然后呢 这边东西好玩 这边呢 这边看到这个va accumens 所以这个va accumens在做的事情 它就是一个 在西元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 不定参数的 不定数量的参数 好 像这个东西很经典 你用了很多次的printf 就是这种东西 好 所以我printf后面呢 可以加好多个东西 好对 就是我可以加一个参数 可以加两个参数 加三个参数 好 所以我这个有va argus 就是这种 就是比方说你都会 这个printf 好 然后后面这个点点点 然后这边带一段 带一段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有趣的地方是吧 这你就想要我今天要出 去初始化的成员做个码 有这样的 bill rbill rbill 那我就会这样写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样的话 因为原本我们用在 daisinet initralizer 是针对什么 是近台的这个 放在stack里面 整个空间 对 就是一个近台的stack空间 但是呢 这样的技巧呢 其实你可以等一下 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也可以用在keep 好 这样 这就是一个技巧 好 既然讲到记忆体呢 我们再继续讲 就是我们的延伸 刚才讲这个 矩阵的操作 好 那我们会希望呢 我这个配置记忆体的时候呢 可以有自动的释放 好 所以比方说呢 我就把刚才那个写法改掉啦 对不对 刚才写法这个 4x4x5 我就把它舍弃啦 因为这个东西 太显然 它的问题很多了 好 所以我把它改成这样 就是我在里面呢 这个结构里面 就是记忆它有 多少RAW 有多少CORRENT 好 然后最后呢 真正摆成什么地方呢 好 那这边 注意到我们这边写法是什么 可以用指标的指标 指标的指标 然后搭配什么 MADOCK 所以你这样有这个MADOCK 好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要想一件事 我今天是这个MATRIX 想说我这边定义的是什么 二维的 所以它会有这个COLUM 跟RAW 那这个COLUM跟RAW 这边来讲话呢 我在配置的时候呢 其实很麻烦 要想 其实我配置的时候呢 我需要FOR回圈 去把我配置 对不对 我是这样 这边 这边 我们先把来看一下RAW跟COLUM 好 注意到呢 我们刚才那个做法来讲话呢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说 我这边呢 直的叫做COLUM 橫的叫做RAW 所以呢 我在这个配置机体的时候呢 我可以是这样子 就是 每一个 逐一的 比方说这个呼叫MATRIX 好 接着下一个RAW的时候呢 再呼叫MATRIX 好 再下一个呼叫MATRIX 好 所以变成说 你有多少RAW 就要怎样 就要配置这个 多少次这个MATRIX 好 那你释放的时候 也要跟着去释放 好 比方说我这边 呼叫了三次MATRIX 那我就要 呼叫三次FREIT 对 对不对 这是很基本的尝试 对不对 所以这边呼叫了 好 可是呢 这本上也有个讨厌的地方 你看 这边呢 配置机体的时候呢 它的数量 我们一开始可能算得出来 但是呢 它有可能会resize 对不对 就比方说 我一开始是三乘三 我接着想要把它改成四乘四 我从三乘三到四乘四 乍看好像很单纯 但是 它呼叫MATRIX的数量都不同了 那我FREIT的时候就很尴尬了 就要去判断 我该FREIT三次四次 还是五次六次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就会想说 有没有可能呢 我配置的时候呢 可能是不同时间顺序配置的 但是我释放的时候 只要释放一次 只要记忆体跟记忆体之间有关键就可以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这边是N 对没有看错 没有看错字 没有看错字 它不是M 是N 为什么呢 所以我这边写了一个东西叫 Network 注意到 这是一个小程式 我准备了一个小程式 这个小程式 这个小程式的做东西非常之简单 哎呀 我为什么没有写那个 GREIT ME 我写在程式码里面 所以就是说像刚才那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呢 就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原本你看哦 原本在初始化的时候用forward圈 那在释放的时候 你要跟着用forward圈 有多少次Matework 应该有多少次free 但是我们这边呢 就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它可以自动追踪 所以你看哦 我们称为这样的一个 记忆体配置器呢 叫什么呢 叫做structure Aware of Memory Erlocation 我们称为叫做Network 那这个Network 好玩的地方是 这个N怎么来 这个N就是表示nastic 它在标准的韩式库里面的Matework 所以我做一个包装 我包装起来叫做Network 那这样好处是什么呢 我在释放的时候呢 我不用管这个结构怎么写 反正我知道 一开始宣告的时候呢 有一个 就是你会看到说 我一开始宣告的时候 会有一个开头 那接着我在这个开头里面呢 有不同的 就是像一个树状结构一样 对不对 有开头 然后接着有人要分支 那分支底下呢 都会配置机体 但是我释放的时候 会把所有的分支 都走返过一次 好 那所以你就想 这样的东西呢 好处很多了 那你可能好奇这个东西怎么做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Network.c Network.c 很小 包含注解才200多行 注解才200多行 注解才200多行 这个技巧是什么 就是可以去自动追踪 但是你又不用依赖很厉害的garbage collector 对不对 如果你有学过Java 你就知道Java 每一版改版的时候都有一些很厉害的memory 但是有时候它是脚往过准 自动的机体管理是很重要的 所以事实上 包含有很多知名的西元专 不管是像前面讲到Kernon也好啦 或者Linus Kernel 其实它都有garbage correction 只是说这个garbage correction呢 它不是给懒人用的 它更多的时候是在特定用途去做的 好 那所以你看 我们刚才这个Network 这样的技巧呢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某个巧克力还讲 就是一个自动的机体管理机制 好 那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叫什么 Nested 而且是Structural Aware 好 然后接着呢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形式 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另外一个也是跟机体有相关的 然后说呢 我去 我可以用这个SDR DUP DUP DUP呢 刚才有讲过 DUP就是Dupicates 好 那你可能好奇 为什么西元的韩式库呢 名字都叫那么短 好 这个是有梗的 就你们发现西元的韩式库的名字 一般来说 就大概是7个字元以内 为什么呢 因为早期的linker 就是在西元开发者 在设计西元的时候遇到很麻烦的问题 早期的linker呢 能够处理自串的长度呢 处理这些符号的长度呢 是有限的 一般来说早期的linker只能处理7个资源 也就是说大于7个资源 就没有效果了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 SDR CPY SDR NEN SDR DUP 可能就是说 你会发现很多韩式库呢 它的那个function 长度都是这样 都是7个资源内 就是为了复合这个限制 那如果说你对这个符号的 就是这些symbol的运作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参考这个编译器 以及最佳号原理 以及在这个连结器和资金档资讯 都是在你所不知道西元的讲座里面 好 那注意到一件事呢 ASDR DUP 它本质上呢 它也是呼叫maylock 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既然有呼叫maylock 就要跟这个 呼叫free 的支援 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我们这个ASDR DUP 它是duplicate 复制一个子串 可是复制子串的 这个子串放哪里 但是内容呢 其实摆在hip里面 好 那接着呢 你可以用一个东西 叫做ASDR DUP A 这个A都不一样 注意到 STR DUP呢 它是放在hip里面 好 但是 STR DUP A 它是呼叫这个 allocate A 好 这allocate A 这个东西呢 它的这个机体呢 很特别好 它摆在哪里呢 它其实是摆在stack 是的 它是摆在这个stack 好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 复习一下这个 同样是在你所不知道的西元里面呢 我们有讲过什么呢 我们有讲韩式呼叫 其实就是讲两个完全不同行为的机器空间 好 但是人们都说的 容易搞混 好 再讲一次哦 STR DUP 它放在哪里 是放在hip 好 但是 STR DUP A 是放在stack 好 所以这样 所以呢 这边hip 是我们melo跟free 操作的地方在hip 那stack呢 是另外的 比方说function code 会改变那个stack 内容 那stack 会变化 所以你就想说 比方说这个stack 注意到这个方向 就是上面是较高的地址 当然这个显然是以什么 s860为地址 那上面是较高的地址 底下是较低的地址 好 那所以呢 我在每次function code的时候呢 其实都会有额外的成本 比方说我去要记录下 回船要回船 要返回到哪里的地址 好 所以比方说我原本在a 那a呼叫到b 所以我在b的时候呢 就要把那个 返回到a的地址把它记下来 好 那同理呢 我其实还要需要 比方说这个方向 它的local data 它的那些 方向特有的 这个方向特有的 这个资料宣告 就写在这边 好 所以我这边的这个sdrdupa 它其实就是用底下这个空间 好 那你隐约觉得 这哪里有一点风险 对 它就是有风险 好 sdrdupa也好 或是它 所实作所用到的这个 alopea也好 它用的空间 是额外去定义的 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这东西我称为叫什么 machine and compiler dependent 就是说它实际上的行为 是跟不同的硬体 跟不同的编辑器有关 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不是positive 标准的一部分 但是编辑器的这个开发者 或是这个平台的这个 这个 执行时期的这个韩式库呢 为了便利会给你这个机制 但是问题是这个东西的行为 在不同的编辑器 在不同的硬体行为会不同 好 而且麻烦那样是说它其实有安全疑虑 好 什么安全疑虑呢 你想如果说我今天配置的空间太大 它大到刚好会盖掉其他的层次的时候 会比较多问题 不会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Astia Dupa 它是呼叫的allocate A 它是放在这个stake 那这个特别的地方是 如果你的空间呢 没有用的很夸张的话呢 当韩式反馈的时候 整个stake空间 注意到 我们在前面有提过 当我这个stake 就是当这个function code return的时候 我真的要return的时候 我这边框起来这个区域 其实是怎样 会不会释放 或是说 它就没有 就 就像我们讲的这个释放 或者是回收 其实这个东西 是跟什么编辑器有关的 但是你就不用去管理 反正这段空间 就是现在用不到的嘛 所以未来 未来有可能变其他地方用 所以你不用特别去做free 所以注意到 所以放在stake的好处就是你 怎样做function code 那就 function code完成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scope 这个作用区域 结束的时候 就两个的spot 所以我就不叫free 好 那 这边来讲的话 注意到 这边再强调 allocate 在不同的平台都会有落差 而且麻烦电话是什么呢 如果你配置记忆体 导致stake overflow 那整体程式的行为是undefined 所以注意到 而且这里面也会有一些 资讯安全的问题 我们去找这个security allocate 那你可以找到蛮多的 这个跟这个资讯安全有关的问题 所以注意到 就是跟很多城市有不同的地方 尤其对台湾人来讲 因为台湾政府花很多力气啊 变成一个保姆政府啊 真的讨厌啊 不要说这个之前很多诈骗嘛 对不对 之前很多诈骗 当然现在还是很多诈骗啊 反正之前很多诈骗就是 会骗人去转账嘛 所以呢 我们这个我们厉害的政府 就发明一个神奇的东西 就是转账 非约定账户 一天只能转3万 讨厌啊这个 你真的需要转给6万的时候怎么办 对不起 转量 拿出什么 拿出两张卡 对不对 一个转3万 一个再转3万 对不对 这个人家是很麻烦的 这个叫做保姆 保姆政府 那当然保姆政府也是有它的好处啦 就是相对来讲 你看台湾自然这么好 也是保姆政府有很大的功效 但是呢 回来这个西元 西元呢 显然它不是保姆政府的那个观点 它认为你是成年人 所以你要自杀 你要搞乱系统 你要做stack overall 你要去做这些操作 西元 因为西元相信你是成年人 所以这是很多人对这个西元 会觉得很难学好 有大原因是 因为 特别在台湾啊 在这样的保姆政府管得好好的 你就不可能去思考 哎 来冒险 或者说我冒了险要自己承担 所以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 或者很多人对这个西元有一些偏见 其实也是来自的 所以说西元再强调一下 西元跟西家家 在1999年之后 它是缤分两个区 西家家里 它是一个我们称为叫meta language 顾名师就是说 它把很多不同城市园的特色讲进来 不然说这些 除了物性导向的概念以外 甚至不然说 Vunctional procurement 在西家家里面也出现 但是注意到西元呢 就不是走着方向 它还是很精简 那当然有时候给一些语法的一些协助 好像前面讲的这个 Dedinetic initializer 可以当前是城市鞋 比较精简 对 西家就把那样固张加起来 但是说像这个Operator All Riding 这种机制 西元的设计者 就会觉得这太过了 而且这东西对于编译器的实作 就是难度 就是大不提升 我要去比对不同的Operator 你去All Riding 之后 我要去判断 Operator 这些Operator 到底是这样 然后它怎么排列 这个对于编译器的冲击都很大 好 继续再看这个 跟机体有关的部分 好 那这边来讲一个东西 叫做动态子串 那我们都知道 西元风格的子串 其实很有趣 西元风格子串 是什么 就是一段连续的记忆体 后面加个Nal Terminator 对不对 就加一个这样 加一个 加一个 加个Nal 对 Nal Nal Predictor 那 这个是在西元风格的 注意到 其实很多程式员不是长这样 比方说 Pas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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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 Pascal的字串很有趣 它就是 第一个Byte 去标注 这个字串有多长 接着才是后面的这个 真正内容 那你想这样的话有什么问题 你看到 第一个Byte 表示它的空间 接着是真正内容 那这时候就有一个尴尬的事情 请问一个Byte 能够表达多大的空间 不就是2的八十方 对不对 256 对 所以注意到 256 而且 字串通常它长度不会是0 所以 我们可以把它对应成257 对不对 因为字串不为0 所以就是 多数的时候字串不为0 所以可以讲到至少有一个Byte 那你看 像Pascal这样用的话 就有个问题 就是字串它的长度会缩限 那如果说 我为了要让字串能够表达的长度增加的话 你用两个Byte去表达 两个Byte去表达的东西就有多大 就有65536 就是16个Bits 可以表达的东西是6536 听起来现在很大的 但是 好像又浪费了 因为大部分字串都很短 所以注意到 像Pascal的做法就是会有一些取舍 如果我要让空间效率变好的话 我字串的长度就是有收限 那如果说我要让字串的长度 可以大幅地突破的话 那我平常的时候就会浪费机体 那注意到 西元就完全不是这种风格 西元做法很简单 反正你这个字串 我不会针对字串特别去发展一个什么神奇的心态 不会 字串就是一个连续的机体 对西元来讲 字串没有什么特别 它就是连续机体 所以你看字串也好 正列也好 你听起来这两个东西不同 对不对 字串正列 对多数人 这是两码字不相关的事情 但是对不起 在西元来讲 底层的观点是一模一样 有一个开头 有一个结尾 至于要什么时候结尾 自己去定义 所以比方说西元 西元风格的字串 什么时候结尾 就是刚才讲那个Null Grector 来做结尾 但是正列的话 你自己去定 你自己要宣告多大 那你就处理多大的空间 你不要超越边界 但是往往很多时候 我们是需要一些动态的支撰 所以比方说什么动态支撰 这个很明显 比方说你今天像处理网页的伺服器 那网页的伺服器呢 它会有不同的这个Return Code 对不对 像这个HTTP 你会有什么404 405 300 500 这个讯息呢 就可能这样 会增加 但是呢 我们多半的时候呢 都会希望说 我一开始支撰 可能有一个特念讯息 这么长 那我有需要之后再增加 我不要一开始就配置这么大 因为一开始配置这么大 是档品 档品空间 所以一开始只配置这样的空间 依据需求 我就把它拿大 诶 那而且过一段时间可以这样 可以缩小 那如果说你要这样实做这样的一个 动态的支撰呢 你该怎么做 你可以这样子写 我就写一个什么 一个集体的开头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Pointer to Corrector 然后去标出它的大小 以及它时候要变动的大小 好 那你可以 你这样写之后呢 那你可以去标出啊 就是说它是不是什么 它是不是一个支撰 好 所以我就去比对 比方说 去比对说 这里面 指标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数值 好 如果它里面是 里面的话就表示 表示它是不效的 好 但是那样子写呢 还是 不是那么优雅 所以你看 这篇文章后面呢 就跟你讲说 我要怎么出一个 有效的这个Mesize 好 然后接着呢 然后又会搭配 好 注意到这边有个Extension 注意到这是什么 就是这个Gnu的Extension 那Gnu的Extension里面呢 你可以先忽略这个GnuExtension 好 然后呢 我们刚才这样做呢 其实不够 其实还有个什么 C-Star 去原本西亿元风格的这个字串 好 转换成我们刚才这个动态字串 好 那就可以写一些对应的那个Macro 好 把它做一些必要的这个转换 好 那底下看到什么 一些在探讨啊 这要怎么做 就是把静态的字串 西亿元风格的字串 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这个 这个动态字串 好 然后这两个还可以互转 好 那你可以看到底下呢 好像写了很多对不对 那可以慢慢看到秒数 其实这个东西要把真的设计好 其实要很多议题要去考虑好 甚至呢搞到后来还可以什么 搭配特定的一个 还记得我们刚才有讲过这个 VA-Argument 就是表示什么 这些不定数量参数的 所以比方说这个VA-Start VA-End 好 注意到这个有点点点 所以你甚至可以做出自己版本 变动自串长度的一个什么 变动长度自串的 S.F.F.版本 好 所以你看 所以其实你来讲完 我们这一系列的史作呢 其实就是变得多 那这样东西呢 其实用得非常广 就是你想得到的一些 知名的框架 反正说像 先讲到Gnome里面的Qt Gnome里面的Gtk 或者Qt Qt 其实它都有类似的一个史作机制 甚至做的比较好的 DimiumStream的Library 甚至还可以做到CopyOnWrite CopyOnWrite CopyOnWrite 所以就是CopyOnWrite的概念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CopyOnWrite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你可以把画面中的左边和右边都当作自串 好 那因为呢 在这个 系体配置的时候 我会常常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拿 如果左边叫A的话 我可能会拿A的内容 把它 复制一份变成B 然后只改其中某几个部分 正常界码 比方说HTB的Request 就是你想想说HTB的Request 它可能就是一个 一系列的字串 但是字串可能很长 对不对 一个网页 一个HTB的Request 它可能很长 但是需要变动的东西只有一部分 比如说你的黑的呢 可能就不需要动 只要改Body 而且Body 也不用每个地方都改 对不对 因为每个地方都改 就变成All My Day Body 这不是不要 对不对 所以往往只改一小部分 所以你可以做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用CopyOnWrite的技巧 CopyOnWrite 就是说 我呢 我复制一个字串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Byte接着一个Byte 我只复制有变动的部分 所以先假设 我这个字串很长 可能有1K 1KB 就是1024个Byte的长度 但是呢 往往只改了其中的10个Byte 所以我不需要 为了那10个Byte的变动 把1024Byte的空间 完全原封不动的 就完全一个接着一个的 去复制一个全新的 不需要 我只要有变动 就把它指出来就可以 这是CopyOnWrite的技巧 你可以在GitHub上搜寻一下 类似的一个机制 这个也是蛮多的 好 既然讲到这个GitHub 这边再补充一个资讯 好 就是很多人会被告知说 这个C元的这个韓式库 有一些安全问题 好注意到 更多的时候呢 不是C元的韓式库有 没有安全问题而已 更多的时候是 你要知道怎么用 好 比方说就有人说 要把这个SDR-Cpy 换成SDR-N-Cpy 好 因为说这个东西比较安全 好注意到 好 很不幸的 即便用了SDR-N-Cpy 也不见得是安全的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好 那所以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呢 来看一下这个SDR-N-Cpy 怎么用 就是它的第一个参数是Destination 好 最终 最终呢 要Copy的这个字串 它的开头在哪里 好 然后呢 来源呢 我们参加SR-C 所以注意到这边 有个Constant修饰 我不该动到来源 好 来源的内容 我不应该更动到 好 然后呢 这个就大小码 就是N 好 所以你看到 它的描述是这样 这个SDR-Cpy 也好 SDR-N-Cpy 也好 它都会做什么事 它都会从来源 Copy到 Copy这个字串 Copy到Destination 可是麻烦的地方在哪里 麻烦的地方是说 SDR-N-Cpy 它会在 Now Terminator 也是这个字眼 Now Creator 去结束 好 可是 可是 SDR-N-Cpy 它是什么 它是Copy N个Byte 就结束了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好 你说 炸开之下 这没什么问题 注意到天底下 很多东西都绝对不炸开之下 会出事了 好 如果 SDR-N-Cpy 那个N 的长度填错了 比实际的长度的时候 它可能会把其他资料填成0 好 这就是 这就是 因为 你复制的内容 复制的长度错了 所以最终的结果一定是错的 好 所以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 然后麻烦的地方是 SDR-N-Cpy 那个N 它的值 忘了是什么 不是写死的 对不对 它可能是在执行时期的时候 才去指定 如果说你执行时期的 刚好因为某些逻辑判断错了 所以最后导致的结果 一定也是错的 更惨的地方是什么 像这个S 像Destination的长度是1024 好 我的来源只有24个 好 那SDR-N-Cpy 会把什么 剩下的内容 都把它清成0 好 所以这个会有效能问题 所以它就说这个东西 好 如果说你的Source的长度 是大于等于N的 所以比方说一个子串长度 这个东西有10个支援 好 然后N 我给它什么 我给它9 这是8 好 那是不是只为Copy 到底这个东西拿到去补离呢 错 就刚刚上面写 其实这个东西 如果你的长度是不足的 就是说你的Source是比较长的 但是你的N是相对小的 所以这会导致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最终它不会是NOW Terminator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导致什么呢 原本的支援都有一个NOW Terminator NOW NOW 去表示一个支援的结束 但是麻烦代表什么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Case下 如果你没有算准它的数量的话 它这个结尾不会是NOW 所以这个东西就尴尬了 所以我们这边做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来算一下 HELLO HELLO 控格 WORD 所以其实总共怎样 总共11个支援 好 那你看一看 SDR NCPR 这是Source 不是 这个S不是Source 这是Destination Source在这个 SHIT S S H I T 5 你好像 好像觉得这样OK了吗 这是悲剧对方 到底是 这两个呢 还是什么呢 你可以去做一点实验 所以其实你看 这个东西 麻烦又在哪里呢 NOW Terminator 存在很重要 以这个例子来讲 我们当然希望 NOW Terminator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在这边的Copy 来讲的话 这边来讲 这个 这个字串的NOW Terminator 其实在哪里 在这个D后面才有NOW 对 可是 可是 这边Copy过去的 这个字串太短了 所以表示 我这个一个字元 接着一个字元Copy过去的时候 其实是什么 SHIT 清探告过去 好 但是呢 因为NOW Terminator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 跟你期待 运出这个Sense 清探告 它后面还会有运出字 好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你会得到这样的东西 好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的问题是很多的 好 所以 一开始SDR 那NCPI的引路呢 它就是要来解决这个固定长度的 好 那像刚才讲的问题都是一些衍生 但是对不起 很多时候问题就在 写在细节面 好 就这样 好 那继续回来 所以注意到的就是说 我们刚才提到 SDR NCPI 有安全 以及效能的潜在问题 那你说 有些 替换的方式 好 那 你可以用 这个 SN Prinif 这种 这种机制 好 那甚至呢 你会发现说 你会看到 特别在Github上看到一些 历史比较悠久的城市 或者说它对安全 特别重视的城市呢 甚至会去 去做出 专属的 好 专属的这种 机体管理 那其实 这时候就是因为 现有的这个 机制可能不够好 那注意到呢 这些东西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 相关的一个讨论 好 那这个很有趣 就是 你会看到很多 知名的专案 帮助民客户 QMIRA QEMU 好 基本上都会做这些 机制 那所以 注意到好 特别不要小看这些事情 这个 这样的议题 真的是 很复杂的好 然后这边有一篇 文章 其实很有趣 好 不止有趣的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血 丁丁的好 你踩到一个洞 都很可怕 好 Malloc的时候 呼叫Malloc的时候 往往这样 往往大门的时候 会成功好 但是有可能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 它会回传 回传Zero 回传 回传Fu的值 好 然后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有可能会遇到一个 有回传值 它不是零 好 在西元来讲 不是零就是Tru 好 在西元来讲 Tru跟Fu很简单 Fu就是零 那不是Fu 不是零就是Tru 好 即便是Fu也是Tru 好 那可是呢 麻烦内容是什么呢 特别在Linux下 有可能会得到Malloc 可以配置到T 但是呢 你在过一段时间是会不能用的 好 那这个东西呢 有这种问题我们通过叫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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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注意到呢 这后面呢 它涉及到什么作业系统的行为 好 而且每一个作业系统会有不同的影响 好 那有兴趣请自己去参照 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东西 叫Overcommits 那如果你对Overcommits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去查一下Linux核心设计 我们有个讲座呢 就叫Linux核心设计 那Linux核心设计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直讲座 就是叫做机体管理 好 那这个也有相关那个共银跟录影 好 请大家对照 好 那简单来说呢 因为有Overcommits的存在 好 所以导致什么呢 导致Malloc 它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 它看起来是成功的 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 或是在某些状况下呢 你会不能去存取 所以这会导致这个问题 你不能太依赖Malloc的回存值 去判断到底配置成功 还是配置失败 这就不够了 好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层次的问题 你看到这边就探讨了其实蛮多的 其实有很多意义要去思考 所以避免频繁的Malloc呼叫 或者说尽可能我配置一个空间之后 我能够回收 像这样的一个机制呢 其实是很重要的 然后这个在你所不知道 西语言的讲座里面呢 我们在韩式呼叫篇 我们在记忆体管理 对其 硬体特性其实都有提到 就是说 特别如何去设计一个Memory Pool 其实跟这件事有关 因为如果你有频繁的那个呼叫Malloc 跟呼叫Free 往往对效能会有冲击 而且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你很可能会在某一些情况 踩到 Outdoor Memory问题 因为不是每一次Malloc 它回传数值 不是零就以为是有效能 这往往是跟什么 最终本身有没有 像说Linus Kernel 有没有开启 Overcommits 像这样的机制实际会有冲击的 好 既然讲到这个机体 我们讲下一个相关的东西叫指标 这个指标 这个东西有需要 这个是西元跟西加加 其实缤分两户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在西加加的发展 西加加11也好 西加加14 西加加17 西加加太可怕 可能没几年就有新的标准 西加加的标准发展 其实很大的一个比例都在做什么 跟机体有关的部分 然后STL这个东西注意到 STL这个东西在1990代末期 就是将1998年以后 这个东西陆续变成标准化 标准化之后呢 其实后面的议题还蛮复杂的 就是说简单说整个西加加加的发展 希望不要直接再接触指标了 就是指标是一个很强大的东西 但是很容易被误用 很容易被就是比方说 我们知道指标它本身是一个数值 但它指向的物件 它最重要指向的地方 是要在执行时期才会知道 但是在执行时期呢 有可能这个指标跟最终的物件 它那边有关联 它要比方说你有一个指标 那指向某一个空间 原本的空间是有效的 但是呢 在某个时间点 它被释放掉了 但是这个指标内容 还是摆在那边 这边是一个指标 这边是一个实际的空间 有那么大 有实际的空间有那么大 那你呼叫 在某个时间点 这一段空间被飞掉了 所以这东西不太有效 它变了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状态的东西 可是指标还是指向这一段空间 所以一旦指标被乘取的时候 它被做derifference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个次感问题会出现 对不对 所以你会在这个 比方说在Linus 上 会遇到这个Mandated Forms 在Windows 上 可能会弹出一个实窗 有那么继续操作的错误 那为了要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呢 席加价就陆续提出一系列 最终不是一个 一系列 一系列的东西叫做什么 Smart Pointer 最终这个Smart Pointer 这个Smart Pointer 还分很多类型 比方说Unique Pointer Share Pointer Week Pointer 有兴趣请你慢慢看 其实它在讲的东西都是 一个判断依据就是说 有没有分享资源 比方说它有reference counting 然后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这个资源 是不是只会被一个 Unique Pointer 物件所存取 然后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说这个东西 因为有前面讲的reference counting 对不对 你会去记住它的次数 那一旦呢 最终的物件呢 它不再被人家参照的时候 它就会被自动的释放 好 那虽然你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这个整个机制 要实作呢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你需要很多 执行时期的资源 这也是为什么西语言没有内解 因为这些东西很复杂 而且很容易做差 但是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真的也需要在细元里面做这些 可不可以做 其实可以的 好 然后呢这边就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就是我们怎么把上面这些机制呢 示范在细元 好 这时候你需要一些 compiler extension 然后比方说这个GCC的extension 那GCC呢全名叫什么 叫GNU Compiler Collection 所以你会看到你可以叫这些扩充叫做GCC的extension 好 你也可以叫到GNU Extension 好 因为GCC的全名就叫GNU Compiler Collection 好 Compiler Collection 好 所以你叫到GNU Extension也好 GCC Extension也好 好 那这边有个GNU Extension 叫Atributes Cleanup 好 Atributes Cleanup 这个呢有需要啊 就是这样写啊 注意到啊 这是两个底线 不是一个 两个底线 后面还有两个底线 所以总共有四个底线 好 那所以这边有个Atributes 叫Cleanup 好 那你看这Cleanup很好玩 后面呢接你想要的呼叫的function 好 这样说呢我就要呼叫的function 叫做FreeStack 好 FreeStack 显然定义在这边 好 那 所以注意到哈 它的这个 Atribute的名字叫做Cleanup 好 但是这个东西呢 FreeStack 是你自己写的 你写的 好 那还记得我们刚才在讲这个 你所不知道的西元 好 讲这个什么 韩式呼叫的时候呢 有讲到这个Stack 好 那Stack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讲到一件事就是说 如果回传的时候会释放 但是释放这件事呢 其实要被定义了 所以这边就是定义 我就用编译器的这个extension 定义说 我要鲁炭的时候 要不要 要怎么去释放 好 所以你这边就讲到完 当我要Stack 就是我当我这个 当我这个function call 要返回的时候呢 我就会自动执行这一段 好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这怎么执行呢 你就可以再这样写 我这边就标Auto-free 所以也就是说呢 这个I 这个scope 一旦结束的时候呢 什么时候结束 它的scope有效范围就这么大 对不对 好 所以一旦到这里的时候呢 就是有序大 一旦呢 到了这里的时候呢 就会这样 就会自动呼叫这一段程式 好 那这段程式呢 它有个代入值 对不对 就是说一开始有个I 所以这个I呢 就带你去 就会做到什么 就会做到自动的释放 好 所以就这样 这也是为什么你要了解 编译器 这也是为什么你要了解 执行时期的行为 如果你不了解 执行时期的行为 你就没办法把这个东西 把它封了起来 如果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封装起来 你就很难去 让你的程式码 可以更广慢地被采纳 所以这其实都要注意 好 然后呢 你又可以把刚才那个技巧呢 再把它扩充 好 所以就注意到 这边就是另外一个例子 好 那这个例子呢 强大一点 就是 这也是你在Github上 常常会看不懂 你会觉得很多人都把它解释成 奇迹 你巧 拜托不要这样子 你真的想 你去看金庸的那个小说 你不可能每一个字都看不懂 总是有些典故嘛 比方说这个 这个蒙古大军又怎样 那个金人法王又做了什么事 那里面可能讲些话 那甚至呢 这个金庸的小说里面呢 竟然还有算开根好 对不对 不要怀疑 就是他有算筹 哪怕你不知道 金庸 好 他会有个算筹 好 算筹呢 那这背后呢 是什么 他金庸的这个武侠小说里面 还有 有数学的 好 就是叫什么呢 不好意思啊 让我父亲一下 叫做 算筹 对不对 就是那个 因估 因估算数 好 好 所以就讲这个很好的 这个 有些人自己去查一下这个东西 怎么开根套 好 然后 所以这个东西好玩的要在哪里 就是说 你看 天底下任何东西都是这样 就是说 它只要发展到一个成熟境界 就像金庸小说对不对 我觉得它已经发展到一个成熟境界 其实它包含的成熟是很广 但是呢 它 好的著作就是这样 就是说 它虽然 包含成熟很广 很复杂 但是呢 你不至于那么迷失 容易迷失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还是有一个清晰的骨干 它还是有一个挪辑成熟 好 那同理呢 我们要把这个smart pointer呢 在细元去持作 大家呢 就是去掌握 比方在这边来讲 你看这个厉害了 unique pointer share pointer 跟这个smart type pointer 它基本上都是做 当然它仰赖了GCC 仰赖了GNU的extension 好 但是呢 它就可以做到很酷 很酷炫的事情 像这个unique pointer 你就在上面去 include它的smart pointer之后 就用unique pointer 好 然后呢 这边去 这边你可以看到说 我就是去 配置一个空间 是integer type 它的处值 好 一开始处值是1 然后这个东西很酷的地方是 如果你去看它的那个 看它的那个 机体开销 然后你会发现说 它其实怎样 这个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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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最后还是会有 配置机体 但是 你如果去用机体管 机体的这个 机体的追踪器去看 你会发现它这个没有 没有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用到 刚才这个技巧 对吧 就通过根路的extension 你用到什么 用到这个clean up 这个add 变成搭配当然的东西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如果也可以善用它的 就超过去的 在这边 我这边一样用另外一个 unique pointer 我这个形态是一个5个 integer type的一个array 所以给它一个初始值 然后甚至我在clean up的时候 我这个搭配的动作 其实我要做这个 做特定的动作 比方说 把一个 一个这个function pointer 叫做 Quinter integer 把它写进去 好 所以你看到我这个配置的空间之后 我就 对应这个操作 好 然后你可以干嘛 你可以去 比方说你去 找这个方式来用 所以你看 乍看之下 这东西看起来 对不对 就像那种西家家 就像Jobaya 好 所以最重要 我的强谈是 很多人讨厌程式语言 很多人喜爱程式语言 就是喜爱跟讨厌特定的程式语言 不忘了是因为语法 当然你会说 你说我是不是讨厌西家家 对 我讨厌西家家有个原因 不是因为他的语法搞得很奇怪 而是我觉得他们不是 因为西家家是meta link 那你可以看一下西家家老爸 他的访谈 他其实有承认 其实西家家这你改变太多了 那我讨厌的原因就在于说 这个样的meta language 它搞得太复杂 复杂到它已经很忙 做到前后一致了 最重要的是很难让一个开发者 充分掌握了 虽然西语言可能让你觉得很挫折 对吧 就是说要讲了这么多东西 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在语法层面清楚地去定义出 语法层面是怎样一回事 那搭配它对应的编译器大概是怎样 就基本上比方说这边来讲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大概就不到一千行的程式 你可以把西语言里面很经典的一些特征 把它解析出来 那甚至在我们这个西语言编译器原理和案例分析里面 甚至讲到我们自己开发一个编译器 叫做Amashishi 那这个Amashishi 这个 那就是我们成功大学的老师跟学生 就讲我自己的 我跟我学生在做的这个编译器 那这个编译器来讲的话 其实它原始不到一千五百 它是西语言很多特征 可以去重大制度 它最终还可以输出执行版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可以做 那当然这很大原因是因为得益于什么 西语言的它的坚持 就是希望语言层面单纯 然后呢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西语言能做是非常广的 最早的用途是来开发作业系统 但是后来很快延伸 好吧 就是这样 资料库 图信其拿出之类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西语言向外这个红色 它是这样的一个层面是很容易理解 就是它整个整个系统的设计很小 甚至我们在这个 你所不知道西语言的 我刚刚刚说的 十吋IO 和例外处理的一个讲座 讲到一件事 西语言在设计语言层面来讲 它不管 input 跟 output 也就是说 printf 也好 scanf 也好 这个东西不是语言的核心的部分 而是透过一些 library 扩充方式去做 所以语言层面是很小的很精简的 然后提供 standard library 然后呢你还可以再慢慢扩充 依据不同的常理需求 然后能不能扩充下去 可是呢 西语言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西语言其实一开始是给一个很大的一个范畴 它并定它是一个meta language 所以我讨厌的地方是在于说 我讨厌的是它的meta的程序 它的全面很广泛 已经很难让一个相对资深的工程师去掌握 工程师去掌握这个语言的这个本质 更别说去扩充它 好 那再回来 所以你看 我们刚才这张机制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封装 所以注意到 我们这也是为什么要了解 GNU Extension 或者是一个相关的一个机制 虽然这东西或多或少 可能会有可能别的问题 但是不用担心 其他GNU Extension 或许在其他的编辑 包括Microsoft V6C 其加价 有可能都会有一个对应的相似的机制 而且透过Open Source的力量 其实你能看到 这些东西 只要一个东西 它的核心概念跟诉求做得好的话 其实接纳的程度很快 而且很快就收到不同的扩充 还有一些相关的贡献 就会有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是什么 再次 各位知道技巧是重要的 它可以让你聚焦在主体 聚焦在有特色的地方上 至于说那些琐碎 就是该怎么释放资源 该怎么管理 该怎么让程式变简洁 就是这些技巧 换个角度讲 我们很多时候了解这些技巧 不是要把这些技巧 全部把它搬到你的收拾扣里面 不是 而是说这些技巧 有助于让你理解 我该拿什么样的工具 我该用什么样的框架来做事 我觉得特别在21世纪非常之重要 因为21世纪大家 你能够自干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很多时候你自己想看 很多时候你上次能够自干的时候 特别是已经出来工作的朋友 你上次能够自干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可以自干 你在大学的时候自干尝试 然后自己用 用很开心 或者说看到自己有掌心很感动 那你出来工作之后你看 尤其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做Android的系统 很悲剧啊 这个Android的系统 Ninx Kernel 2000万行 Android系统也是几千万行 那这个这么复杂的东西 请问你做改了多少行 你说我改了1万行又怎样 还不到1% 对吧 而且多数的说 你改不到那么多行 那所以其实你改了 说真的 你只要能够改1ptm 就很了不起啊 对不对 Android的程式 从底层的Kernel Android的Venwork 到相关的那些application 其中一亿行都有可能 一个亿 都有可能 我已经不知道现在的行数了 如果你把那个Compiler 什么Source Code都加进去的话 那个早就超越1亿行了 那你看 1亿行里面能够改1ptm 说真的已经很了不起了 那已经改了100行了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你想 如果你被人家问了说 你对Android的贡献是多少 你说我贡献1ptm 不懂人会笑翻啊 什么叫1ptm 百万分之一 你懂屁啊 你这什么鬼贡献 但是对不起 那就是事实 而且你就算 你就算改贡献1ptm 你可能还是比台湾一对工程师强 对吧 你对Android的系统 你只要工程师强100行 你就打趴了我不知道多大比例的人 就是 应该换个角度讲 根本没有几个人可以到1ptm的贡献量 这就是事实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在思维的系统 才说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你要掌握细节 为什么你要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 否则你即便找不到一个现成程师强 你也改不动 改不动呢 是最悲哀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做不动 你可能就会怎样 你就换题目了 一开始就看不懂 一开始就不能用 你就会找替代方案 最怕的就是说 你发现9成都是能用的 但是那1成你就改不动 而且打死都改不动 那样的挫折跟 以及对于整个砖的影响 那个冲击太大了 因为外面都人为说什么 外人都以为说 你已经早做了9成了 再努力一下 就1成就可以突破了 对不对 但是对不起 1成就是影响到这个砖进行的关键 这也是为什么 这也是你要不能参谋化 非常冲击非常大的部分 这个是我希望大家去思考的 好 然后接着再继续看 我们刚才有这些指标的 还有机体的知识之后 我们接着来看操作 好 我来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你的array size 是这样的用 array size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很简单 你可以这样写 注意到 你可以这样写 那这样写的话 如果有个ar 那我就用sizeoff 然后出于array 那我们之前在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里面的指标篇 讲到一件事 讲到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西语言里面来讲话 只有第一个元素的存取是保证的 所以注意到 在西语言里面来讲话 也不知道第一个 index是0的 就是第0个元素的存取是在编译时期是保证的 就是你一定做得到 但是index1 或是其他人 在这个东西编译时期就不能保证了 要执行时期才能够知道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要好 这样写的 本质上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你看到 这个东西其实本质上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这样东西是陷阱重重 所以比方说 你就考虑一件事 比方说array size 你如果带入a 也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傻傻的把aptr 这样子带进去的时候 就是悲剧了 好 你看到 如果你把这带进去的话 aptr是什么 它是pointer to integer 所以它的size pointer to integer 会得到多大 就是pointer size 比方说在我的电脑架构下 它是s8664的 它就是8 好 那同理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带进去的话 这个index0的东西带进去 然后你就会得到什么 是它的size 你会得到integer的大小 那integer有多大 这个东西跟作业系统有关 不止跟硬比加工有关 所以第二个就会被拒 就会得到什么 然后这个就得到 这个有可能会得到4 所以你把8除4 就会得到2 当然有可能在32位的架构下 就是4 前面是4 后面是4 所以就得到1 所以在305元架构下 你会得到1 在645元架构下 你可能会得到2 但这跟你想象的答案 波多旁白 你想象的答案是10 对不对 所以瑞赛值希望是10 所以你看到 我macbook写成这样的话 就是悲剧 只要使用者用法呢 一不对 就是他没有搞清楚说 这个 这样的用法 会有些限制 所以在Linus Kernel 为了要做这些事的话 它其实额外做一些形态检查 来给你欣赏一下 Linus Kernel 做法是这样 除了刚才那个东西 还写一个 must be array 注意到 这个东西must be array 这个东西 它其实又是另外一个macbook 所以注意到 这是另外一个技巧 所以我们定义macbook的时候 我可以拖另外一个macbook去定义 但是注意到 西语言的pre-processing 它不是tuning完备的程式语言 我们讲tuning完备就是tuning complete 两个tuning complete的语言 两个tuning完备的语言之间可以互转 比方说西语言是tuning完备的 java也是tuning完备的 所以西语言做出来的程式 应该都可以用java上的力量 重做一次 比如说你用西语言可以做出一个 西语言的编音器 在不用extension的前提下 可以做出一个编音器 那同样的方式也可以用java重写 可是pre-processing不是这样的东西 pre-processing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程式语言 真正程式语言它会涉及到形态的推导 涉及到这些就是刚刚讲的type system 然后涉及到evaluation 主持续这些机制 但对不起 在这个西语言的pre-processing 其实没这个概念 它就是一个替换器 那这个件事在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里面 前置处理器pn7 特别提到这件事 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程式语言去看待 所以它会有些限制 那总之就是说 我在linus kernel里面 它是用一个must be array 这个人 然后后面再打什么 再打这个东西 Build bug on zero 当然你猜出来 又是另外一个什么 又是另外一个macro 很烦的呗 好 这个 然后 那底下就有一些 就是有些描述 那总 那总 那总之呢 直接讲结论了 最后呢 会得到这样一个恐怖 其恐怖为普遍的东西 这个 好 那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是什么 这底下有一些解释 解释说这个东西 我们去做 好 那所以这个东西的关键在于什么呢 这个关键在于说呢 如果呢 你今天是带入一个A 好 就是带入这个A的话呢 你会得到什么 会得到10 就是 我会得到10 好 但是呢 如果说你今天这个 是这样子宣告的话 好 就这样有一个这样子一个 宣告的时候呢 好 那 用这个typeof 好 那typeof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tension 好 好 那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机制呢 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就可以在编译事情 好 所以回到一件事 如果你把刚才那个 范例单基础化呢 在这一行 直接编译失败 好 注意到哈 我们刚才会得到这个结果是1 或者结果是2 就是分别对应到 30万元架构 跟64万元架构 是因为我们这个MACO 没有什么 没有去侦测 输入的范围是对台错的 好 那这边要特别注意到也是 这个在西语言也好 西加加也好 他们会花很多 就是语言的设计者花很多心思 去想办法 让编译时期有足够多的检查 之所以会遇到前面遇到的错 就是这样 因为在编译时期的检查不足 好 所以注意到尤其像Lins课棟这么复杂的程式语言 好 不 复杂的这个情境 虽然它用西语言 但它会想办法去用一些 Compiler的Extension 会想办法去用一些 可能Pre-Processor 甚至一些Code券 Code券 就一开始跟它讲的像Vala 这样的一个东西 甚至我去定一个Compiler 注意到 在Lins课棟里面 其实内建好几套Compiler 你们觉得头很晕 随便讲个 比如说你Google搜寻Linus Kernel 就写Device Tree Compiler 对 所以如果你对on的架构比较熟的话 你就会知道这个东西 就是 你很难想象对不对 好 这个东西叫Device Tree Device Tree 讲的Device就是硬体那些装置 就是说像一只Android手机 它用的是硬体是 处理器是On 那光有On的CPU 是不足以开机的 你需要桌边 对不对 最起码要让你看到萤幕 要东西让你按 对不对 那它要计时器 对不对 你还要主机体 还要储存空间 对不对 有一大堆Device 好 那你看 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神奇的东西 就是叫什么 它就是有一个Device Tree Compiler 对不要怀疑 它就是在Lins课棟里面 就跟这个什么 跟这个DTC 叫Device Tree Compiler合作 所以Lins课棟就要有办法读取出 透过DTC 所处理的这个资料 好 你看这个东西很有趣 你看 而且这一套方式还不止一种 都有趣的通口 可以去参考一下 所以你看 光是这个表达什么呢 表达这个资料 就有什么 这就用到Compiler 那其他有情景更多了 好 所以最重要呢 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 你可以慢慢去参与这方面的材料 那最主要就是 就是Line 编译时期 所谓Build Time 掌握更多资料 让Build Time 去做这个 做这些 错误的检测 那这样的东西呢 在另外的情境也常就我们真的叫什么 叫Static Assert 那以前Assert 我刚才讲过就是Assert 它其实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Maker 在这个戏源的典型的诗作来讲 它是一个Maker 那但是问题是这个Maker 往往要在执行时期才会被Evaluate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 刚才提到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说 在编译时期尽可能 即早去做这个检验 所以注意到这个Static Assert 它其实就是什么呢 它的行为跟前面讲的设计很像 有一个很大差别是 它是一个Compile Time 对吧 所以看到它的Compile Time Error 也是 issue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路 就是说 以前是要在执行时期能够检验 我们在编译时期可以去检验 甚至呢 如果你可能有听过 有一些叫做静态分析器 Static Analysis 那这个静态分析器是什么 就是说 我程式在不执行的前提下 我去分析程式的运作 帅呆了吧 有这个东西 神器吧 就是说我不执行电脑程式 然后呢 我去分析 那当然有些时候 或者说你在以前写程式的时候 都是在什么 执行的时候 在去分析嘛 打开你的 打开你的Debug 去看讨 这些动态分析 我需要真正的 我需要CPU 我需要模拟器去执行它 可是静态分析呢 是不需要模拟器 就是去分析 那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做这个静态分析 因为太多东西是不能直接执行的啊 比方说你核能的软体 对吧 你不可能等核电厂都盖好 再去写软体吗 不行 我修正文化 核是可以啦 那是比较特别 但是就是说 多数的像医疗 核能这个东西太关键了 我这个程式核子写出来 跑过一次 跑过两次 跑过十次 我不能这样就是说安全 更多的时候呢 是这样子 它所有的输入可能 就是它所有的输入 跟它所有输出都要符合期待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用到什么 用到这个formal method 就是会用到像是一些形式外验证 那个东西就是一堆厉害的数学 你看看 使用适当的数学分析 提高性的这个reliability 跟这个lowfastness 但是它的这个验证成本是非常高的 所以往往呢 这个静态分析呢 就是在这种很高级的 很山路的这些数学方法 还有实物上做一个平衡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些 比方说像这个CP feature CP feature CP feature就是一个很错的工具 它输入够快 所以它检验的是程式满很有限 就是它所有东西都只跑不出来 有几个周围Force Lump 它够快 然后这个东西就很值得Lump去探索了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像这个Cleanse也有 Cleanse也有 它叫做Cleanse Static Analyzer 那它还提供一些视觉化去帮助去产生 就是透过网页 透过网页去产生 它的网页输出很漂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机制为什么要搞中复杂 说穿的就是希望 希望在编译时期尽可能把问题 尽可能把这些陷阱把它缩小 就是我就可以在编译时期把它打掉 当然这样东西真的是蛮复杂的 你看这个是在2007年 我就写一篇blog 把这个东西讨论 然后Linus Tawaz面对这样的一个修改 他讲的一个很酷 因为这个组合太神奇了 贡献者 就刚才那些神浅程式码的贡献者是Rusty Russell 他说什么 他说That's a work of art 根本就是艺术语 这整个东西是Linus Kernel 但是这个东西要运作 这真的是太艺术了 你看这个就是惊呼连连 这什么鬼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的存在 又是有它的必然 因为这些搭配Astatic Assert 这边可以搭配什么那些 我可以避免在执行时期遇到各自相关系 我在编译时期就会遇到 所以简单说这个这样的魔法 对于掌握度不高的人来讲它是很神奇的 但是你充分去思考来讲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的意义 而且很多这一系列这些Magic 它其实都很像 就是特定的Extension 反正我就要让 比方说我让这个array 就是有10个连续的元素 叫rmt10 这样东西我让它编译过得了 但是pointer type就让它编译过得了 然后去透过这种总机子 所以再一次你看到说什么 搭配前面讲type of 这一系列对Extension的好处 好我们修一下 好我们再继续探讨 所以可以看到说 像我们刚刚举到这个array size 这个macro 我们当然可以把它写得很精练 就写得很简洁 这么一种大问题 但是你不知道使用者会怎么用 那我想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认知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写软体程式的人 如果你永远只想解决一个问题 一个场合一个问题 那你的这个不要讲那么诗意 说价值的好 那因为如果你永远只在一个场合 解决一个问题 那你很可能获取不到 就是我们避免讲一些什么 有价值有成就感 这个这个这个太虚幻了 那但是呢 就是说不虚幻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永远只在一个场合 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确保说 我可以在两个场合解决 两个或更多的问题 你没办法确保什么事 或者说想看这个例子 想看这个 我不晓得说我用不同的东西带路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你说使用者不白痴呗 但是这很难说 我们不是要质疑其他开发者的智商 但是我们不能确定 底下的层输入 或者说透过其他的Macro去包装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 这也是为什么Gnu不需要提出一系列extension 因为Macro跟着Macro它会再包装 或者说Macro搭配Inline function 搭配其他的Library 甚至更不达心 都会有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为了要让这些状况可以去消灭 可以去控制 这系列的Fension 这系列的技巧都被提出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 你属不到西元的系列讲座 我真的不是来吓各位的 然后如果说你把刚刚相关的操作 设计更新链的版本化 你可以看到有个东西叫CCAN CCAN叫做CCAN CCAN是跟另外一个东西学的 就是你熟悉Perl朋友都知道 有个东西叫CCAN CCAN全名叫做Comprehensive Perl Archon 顾名师就是说Perl上面可以做好多事 Perl上面可以做好多事 而且Perl的开发者会建议 人们怎么用写Perl的程式去组合 简单说有人把排序的程式写好了 有人把资料库的处理写好了 所以我把排序跟资料库 就把这样处理起来 在Perl的想法是希望把这些操作 读理出来 因为排序很难说 你可能会针对中文去排序 英文去排序 或是你可能知道有个东西 叫Nature Soul Nature Soul Nature Soul 大家讲话这个很有趣的 比方说 软体会有1.0版 会有1.0 出现Visual是1.0 好 2.0 对不对 2.0出现台诺大学 3.0会运到什么东西 3.0会出现台北港 这跟我有点关系 赶快跳过 4.0 这个工业4.0 反正之后你看到以前你要判断 你要排序1.0 2.0 3.0 4.0 排序很容易对不对 可是问题来 这个软体有时候很讨厌 比方说像BSD BSD BSD会有2 BSD2.1 对不对 这个有对不对 然后BSD有个讨厌版本 比方说BSD有个版本叫2.11 那请问BSD2.2比较大 还是BSD2.11比较大 好 这两根讲结论 2.11比较大 好 所以你看到 我有BSD2.0 这两个是完全 这两个不同的版本 你看到 这个2.11是最新版 就是 它是比较新的版本 那2.0是比较旧的 那可是呢 我比较说是比较前面 那个0跟1 这还简单对不对 但是如果今天比较东西 要是2.2 那2.2呢 其实是比较旧的版本 2.11是比较新的 所以你看到 我们在排序的时候就麻烦 就会有不同的策略 对不对 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我排序不是每一个byte 接着一个byte的排序 我要搞清楚它的意思 以这个意思来讲的话 以这个意思来讲的话 小数点 就是2.1 那个点 2.2 那个点 分个两个部分 一个是主要版本 我们叫major virgin 那右边呢 叫做什么 叫做minor virgin 所以这个minor virgin呢 我不管它 有多少的g 有多少的数 就是多少way 但是不管 我们就照它的大乔来排 好 所以比方说呢 你看那个linus kernel的版本 也是很好玩的 linus kernel呢 就是多路并进 好 所以你看到 这个最新版的 这个 是5.2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好玩的地方怎么呢 会有long term版本 叫做4.14.133 所以你看到 这个 4呢 是major 那 E4呢 是minor 那后面就是它的那个 各式各样的 所以 revision可能会出到很多啦 133 185 所以呢 这个 4.9.2 比较大 还是4.9.185更大 注意到 要是4.9.185更大 好 所以你看我这个排序的时候就有 对不对 所以就本来讲的东西叫做 解析区可以查一下 这个东西叫nature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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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去论者都会对好感动 好 nature 这个东西其实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我们的东西解析自传 好 但不管这个东西怎么做 像西片的想法就是 我就把这东西组合起来 好 那西片是非常成功的一个 一个专案 那它会者很多 很有起巴的很实用的东西在里面 好 那西片呢 就是把那个西片 好 那个perl 那个p改成西 就改成西 好 那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这就是另外一个archive 好 那里面就包含说 像刚才讲那个array size 厉害的array size 它是可以什么 阻挡不正确不适当的用法 好 就是通过这些神奇的macos 好 好 那类似的东西呢 也会有一个东西叫counteroff 好 那你可以去欣赏 欣赏这个东西怎么用 好 就是在microsoft所提供的 那所以就是它就提到说 哎这东西怎么用 它的那个限制在哪里 好 所以就这样 它说这个 这个 这个 counteroff 它说什么 它说counteroff会失败 好 如果你 你的array是一个punch的话 好 它会拒绝 拒绝变译 那你可以去玩看 好 好 那我们来继续看 那既然讲到这个array 我们来讲变动大小的array 好 我们前面有讲过变动大小的什么 是出来的 Dynamic Stream 好 那这个技巧 那这边讲的就不只是技巧而已 它这个标准 这个这个 这个是c99 好 的标准叫做vla 好 那注意到呢 这个vla呢 这个 这个东西呢 是在linus kernel 是被禁止的 好 就是linus kernel呢 是不准用这个东西 好 这个东西有安全问题 好 那所以这个会遇到很有趣的事情 你看到就是说linus kernel是用c语的开发的 好 那当然linus kernel用了很多c语 c99特有的特征 好 比方说像前面讲这个dainets initializer 对 好 就是这个dainets dainets initializer 好 那linus kernel大量用到dainets initializer 好 然后呢 也用到很多glue extension 但是linus kernel为了安全的考量 在kernel里面是不准用这个vla 但是这个vla还是很讨用的东西 好 那只是很不幸的 vla呢 在光线环境是不能用的 比方说microsoft的7++ 好 所以呢 这件事很讨厌 讨厌的地方就是什么 讨厌的地方就是在说 可以讲 这个中文翻译很测车 什么叫视觉效果是++++ 那就是v9++ 对 不好意思 这个太好笑了 这个翻译翻什么鸟 对不对 嗯 请问这个翻译效果这么凉 要不要早离开负责啊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所以总之就是说 这个vla呢 它算是C99 也就是1999 也就是1999的制度规则 但不代表说每个编译器都会支援 那现在很老玩 就是说像这个gnoop gnoop的combine 它尽可能去支援这些标准 好 那这个东西呢 是这样 用法是这样 比如说 我这边有个function叫f 然后我有两个阐数 一个叫m 一个就是c 然后呢 我这个带进去的时候呢 我注意到 这个m m 它其实是变数 对不对 这是变数吧 然后我在后面呢 我这个阵律的宣告呢 也是这样 可以变动大小的 所以这个东西酷 所以这个东西酷的地方是什么 以前你一定要是常数 m一定要是常数 但是在这边来讲 注意到 这边可以是元素 而且呢 这个c 它在执行时期才会知道 它要配置多大的空间 好 那底下这个是那个onp onp就是前面讲那个openmp 它是那个 语言层面的扩充 所以它有一大堆的扩充 那这个openmp支援的程式员 其他就跟fortune 然后这个在格路的那个gcc 也有很好的扩充 那不止gcc 然后mipso也有去支援 好 那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哪玩 所以你就可以省掉用 资情的事情去孤交maylock 好 那为什么这个东西有安全疑虑呢 因为 VLA的实作 我并不是透过maylock 是做出来的 它是透过locate a locate a 做出来的 好 就这个 locate a 就是做出来的 所以 注意到呢 我们讲VLA 我们讲locate a 我们讲str dupa 基本上都是做在哪里 做在stack 好 所以它有它的好处啦 就是我不用去 主动去释放 但是呢 缺点就是 优点是缺点 因为 我有这样的优点 配置这些物件在stack上 虽然在呼叫的时候 在使用的时候 你不用考虑到释放问题 你只要知道这个scope 结束的时候呢 这段空间就不再被使用了 那至于什么被释放呢 可以搭配特定的这个extension 还记得 刚刚不是讲那个clean up clean up这个extension 自己听说这个东西是做 当然是注意到 这个东西呢 是什么 跟石墨 跟硬体架构 跟编级器是有关的 就知道是用的时候没有用好的话呢 等一下 会有什么 会有安全问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禁止用VOA 就是这样的例子 好 然后呢 注意到了 这个VOA呢 是这个C99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然后这个特征做出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让这个程式设计 变得更单纯 所以这个MERS MERS就是这个 它也是NCC的Community 那就是这个西语言标准 制定委员会成员之语 它就特别讲 因为这样的机制做出来之后呢 对于这种过去熟悉 像Fullchain啊这种 这种这个 城市开发的这个 开发者呢 就会比较顺利 因为 以前呢 你没有这样VOA的时候 你要呼叫一对Melo 很麻烦 很多 很多原本的城市 可能用Fullchain 或者一些数学的方式去写 它就没那么直觉 但现在来讲有VLA你就直觉多了 对不对 在目前为止你都还没看到 至少在画面中 你根本没有看到Melo 对不对 你只要 使用会单纯多 好 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东西呢 是这个 这个东西叫做 Array of Nen Zero Nen Zero 长度为0 长度为0 长度为0的一个整列 好 注意到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 这个东西是Gnu的Extension 好 它怎么用呢 很简单 就写成0 帅巴写成0 搞屁啊 对不对 这什么鬼东西 对不对 这个头很痛 好 注意到呢 这样的一个写法呢 它其实也是什么 它就是变动长度物件 好 也就是说呢 那你看我今天宣告一个结构体 它里面有个成员 叫做Land 这是Integer Type 所以这个结构体最起码 是有Integer的长度 那当然还要考虑到Padding 考虑到alignment的问题 alignment跟Padding 好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 请你自己去看这个基底管理 对齐还有Integer 好 直接把你划一下重点 这个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Padding 也滴滴 好 就是说呢 实际上呢 我今天配置个空间的时候呢 准备 好 这边呢 你虽然期望是配置5个字元 好 5个Correcture 好 但是对不起 5个Correcture 可能呢 只是你一厢情愿的 那实际上呢 这个编写器呢 它配置空间会超过 好 所以有可能最后呢 配置东西呢 会配置到比方说8个5个字 好 有可能 所以追加号 就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搭配一个pack 好 就是因为之前都有可能会做这个padding 好 就是把一些外东西加进来 好 好 但是呢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pack 好 要求说我去不要去种 这种对齐 好 对齐这些空间 好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Gnarly Extension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如果不考虑这个padding的问题 好 那你想 我这个空间就是一个integrate大小 比方是4个byte 好 当然这件事是跟不同的integrate架构有关 好 那总之呢 就是我这边 这样的结构保证了 9 这个 宣告 它所属的这个物件最少有4个byte 好 但是呢 后面有一个lens zero的array 这个东西 lens zero的array 那这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的低销呢 是4个byte 好 或者就是说我的低销是跟integrate type 一样长的 但是有需要的话呢 我就可以怎样 我把这个空间给加上去 所以你看很酷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说呢 这个content 对吧 然后呢 这个酷的地方在什么呢 就是 我们呢 这个content呢 可以干嘛 可以在额外的配置空间 所以你看 我原本呢 就有integrate那么长 然后后面原本这个content 它是本来不占空间的 但是你需要的时候呢 你可以干嘛 你可以去 额外这些扩充 所以你可以去 在这个 在这之外去扩充 好 那超过的地方就是 就是content 好 再讲一次 我这个line的结构 保证了我一个 一定有integrate type 好 所以我如果用line 去建立一个 这个结构 对应的物件 好 它最少就是有integrate的大小 但是呢 你可以额外去用medoc 好 去把这个空间拉大 比方说 你拉大变了12 好 那原本占了4个 所以也就是说你后面增加了什么 增加了8个 8个byte 那8个byte呢 可以来怎么操作 就是用这个member 好 就是content 这个东西呢 在linux kernel用的很多 好 所以这个 第一次看到这个回忆 觉得很奇妙了 好 当你看了后面就知道 为什么linux kernel要用这个 因为linux kernel要掌握每一个环节 好 我希望呢我配置基体的时候 不要一看配置很大 有两个空间 好 就像linux kernel的开发者 花了很多时间 很挑剔的去做这件事 好 因为开发者就是 我应该一开始要宣告 够大 但是不应该超过 好 就是我一个够大的空间 那有需要的时候呢 我去扩展 延展 所以就这样 这个是一个什么 也是另外一个机制 好 好 那但是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跟VoA 好 这个新闻也会有不同 好 那你可以去查一下 好 那还有什么 就是它的一些相关的用法 好 接着我们来讲到这个 字串跟这个 数字病患 好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其实C元的字串跟 跟array 好 听起来 它的用法是差异很大的 对 但是在底层的观点 其实都一样 都是连续的记忆体 好 那我要把连续记忆体的字串 好 跟数字做转换 就要想的事情就复杂了 好 因为比方说呢 我在字串里面 可以很容易写12.99 或者99.99 99.999 好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字串 可是呢 我要把它转换的形态 就不一样 好 比方说呢 我99.999 我把它转换成inter9的时候呢 后面那个9 就会被捨弃掉 对吧 但是呢 我如果要保存这个 有效的这个99.99 的时候呢 我就要把它转换成 Floating type Floating point type 对吧 就是5点数字 type 而且你还考虑到 我是单精度就够了 比方说Float就够了 还是Double才够 Float跟Double 一个是叫单精度 一个叫双精度 一个叫双精度 那这个东西就是要什么 就是要一些很古早的 一些数字处理 那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呢 不是有兴趣 你一定要有兴趣 这个叫数值 就是在你所不知道的细语里面 有一个叫数值系统片 这个东西超级物理 比较重要 那总之呢 这个东西你大概 发现整件事情难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 就是 自串 表达 它是很直觉的 可以用像人的那个想法一样直觉 但是最终变成interview 变成浮点数 对不对 你要考虑到它有效的方位 你要考虑它的正符号 你还要考虑到 有没有可能换不回来 然后就是 从这个 从这个 从这个自串 到浮点数 然后浮点数到自串的时候呢 很可能就这样 资讯就有些缺失了 精准度不够 好 然后呢 那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 这边就列出两个材料 那个材料很有趣 好 就是说呢 你要怎么把这个 onsign integer 三十二位为你长度的东西 把它转成自串 好 那转成自串的话呢 你可以去查表 对 查一个表格 然后把它提上去 对 就是把一个 整出形态 去干嘛 就是每次都去 都去 对时取余数 好 然后对时取余数之后呢 干嘛 再去除十 除零 然后再把那个资料换过来 好 所以比方说 你每次都对时去 比方说有一个东西叫一二三四 那一二三四呢 第一次的那个 复违圈进去的时候呢 什么 这个违圈进入的时候呢 会得到什么 会得到四 好 然后呢 之后去除以十 所以就叫一二三 那一二三呢 再去对时取余数 位置到三 好 那后来就是一二 一二取对时取余数 就有二 好 那最后就是一 一对时取余数 你得到一 好 所以位置到四三二一 那四三二一再把它怎么 再把它反过来 好所以注意到 这个是什么版本呢 是naive 天真无邪的版本 对不起 那这个版本呢 用脑袋想到它很没效率 好 第一个 好多 好多回圈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的数值越长 回圈数量就越多 好 第二个是什么 自串反转的 也是 也是成本的 好 所以这个 这样的东西呢 其实是 很靠死的 那后面呢 就跟你讲说 要怎么 一系列去追加化 你会看到神奇的东西跑出来 这十三秒 请你回去慢慢看 那直接跟你讲结论 结论就是说 你会发现说 这个东西的效率落差 可以很大 所以你看到 我们把什么 英特球把它转成自串 然后呢 这个是耗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 这个蓝色的地方是naive 这个都是最长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跟它调整的版本 竟然可以什么 差异很大 竟然可以 用到一半的时间 甚至可能更短的时间 就是差距可以 可以到一半 好 注意到我们这边 没有用到什么神奇技巧啊 不是 我们这边还没有用到一些 运行的加速的机制 好 从而到底只是演算法的调整 好 所以再次你看到演算法的威力 好 虽然这个 这个版本 你看这个Facebook的 提供的实作 一定很负达 但是呢 为什么这样的负达的东西 我们可以学习 因为它只能 好 因为它耗费时间只需要一半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 好 这个东西呢 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旦呢 你的操作是很频繁的 好 比方说你的资料库 比方说Blockchain 因为Blockchain 也是一种资料库 所以像这种东西呢 是用的很频繁的 那只要是频繁的话呢 这种落差就会放大 好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公司会 会去投入 尤其这种云标公司 会去投入 这样的一个机制 好 那接着呢 还记得前面讲过那个 S-Print F 对 S-Print F 我们前面讲过就是说 我们为了要处理那些字串 那些操作 好 那这个东西是讨完的 这叫S-Print S-Print 那叫做 这个不知道怎么念 这个念Q 好 对不起 我不知道怎么念 再把Print P-R-N-T 那个P感的Q 好 那所以呢 这个Q开头的专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它号称是 S-Print F 这个加速器 然后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很好玩 他说呢 他们在发现了 在特定的情况下呢 超过10%的时间 是用在什么 用在这些 字串的操作上 好 而且呢 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之所以慢 就是因为 它在执行的时期 会去调整它的格式 我不能在编译时期知道最终内容是什么 我一定要执行时期才知道 这东西有没有效果 好 那这个神奇的专案出来 这个直接跟你讲结论 这为什么需要搞这个东西呢 好 你看 好 你看 就是如果你用标准的S-Print F 跟搭配 厉害的版本 你可以看到耗费的时间很精神 一个是原本要执行2.5秒 一个是0.17秒 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落差太大了 超过10倍的加速 好 所以如果你的系统是用到大量的数字处理 好 比方说IPv4 就是Ethernet的处理 对 Ethernet处理这个效率 对吧 然后这个是很关键的 好 继续看 好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讲这个数字的处理呢 好 其实它蓝的地方不是说 怎样写才会一定对 而是说它的效率 以及它 你知不知道有相关的工具 可以去协助 去加速 好 先看这样讲 哦对 忘了讲 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有用到这个 用到LLVN 所以标话也好 即便是SP-Network 用到这个 LLVN 所以去做 好 不是 那是另外一个专业 什么专业 我用到这个招牌 好 反正总之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pre-processors 所以这个很好 它会去产生一个 比较快的版本 那说这东西用途 就是用在一些什么 像那个 HDP Server 因为HDP Server 里面有大量的自串处理 好 那所以这东西就 就 就 会用得到 好 所以 像这个东西就 有意思吧 它就是这种特化 好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这些特化也是一种技巧 也是技巧 在一些云端的系统 用得很广泛 好 那接着就是有一个东西 叫 这个东西 Do 坏了之有 那你想想 这个坏了之有 这个之有就是写假的 如果是坏了万 你可以懂 坏了万就表示 它是一个无穷回圈 可是坏了之有 不是就是执行完就离开 这样东西最大用途是什么呢 还是去避开 Dangering else 好 那你想什么鬼 Dangering else 好 比方说呢 你看解释 就是说 有时候会看到这个 macro形成这样的 就是Do Wire 这边做了好多事 记得后面要加这个 加这个 scape scrature 好 那我想奇怪 为什么不直接写成这样就好 觉得 上面跟下面 为什么 上面跟下面 乍看好像两个是等价的 那为什么不写下面这个 就够了 好 东西有趣啦 好 比方说呢 你会有这样的一个condition 这样condition 就是有这个condition 然后有 true的所谓在这里 false的在这里 对 但是如果说呢 把它改成这个macro 好 然后跟这个东西 好 乍看好像没什么问题啊 可是你不知道这个macro里面到底是什么 如果这个macro里面呢 它又是另外一个 if else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啊 如果它里面又是另外一个if else的话呢 这就可怕了 如果这里面它是一个if else 那if else它的那个顺序 它是有那个前后的观点 所以 我就会导致一个什么 如果这里面 co function 这个macro 里面刚好的一个else 好 那因为这个if else呢 这个if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 它的 它第一次看到的else 就是你想象中 这里面还有一个in 好 就有个else 它第一个else是 找最接近的else 好 而不是找这一层啊 我们在程式码缩牌的时候 很容易去确保它的那个 确保它的逻辑 但是注意到啊 西元来讲是不管你缩牌的 好 西元的if else 是找最接近的 好 所以呢 就会导致什么呢 就会导致说呢 你期望的这个 位置 跟它最终的指形呢 会这样 会不同 所以请你 详细的话 请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声音的描述 好 那 这种dangolin else的东西很多啦 不要再找一下这个dangolin else dangolin else 这很多 不是只有西才会遇到 这个 很多的是啊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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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找到了 正确的资讯是还能不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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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那是没有对吧 没有对吧 没有对吧 好 好 比如说我们再举个 例子 这个例子呢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有趣的地方是 呃 这个东西 好 嗯 不是为了挂号而已 好 不是为了挂号而已 好 不是为了挂号而已 好 我们看一件事啊 就是说 像刚刚这个 负 这个负 好 这个负的来讲话呢 尴尬的地方是什么 对人家来讲话 他可能会写成这样 好 那写成这样的话呢 很尴尬的地方是 呃 因为 这个 这个有个 粉套 你们要去看这个粉套 好 所以这边来讲话 他们有一个大挂号挂起来的时候 就悲居打 就变成if 然后 好 那底下这个else呢 就不断有效益 就被这把 就采到不动 好 然后呢 所以呢 你就加一个大挂号 好 那加一个大挂号呢 诶 乍看好像这个问题就 就 乍看就解决问题吧 不错 所以又可能会这样 加个粉套位 会这样 会去 会编辑错 好 那当然 比较新版的编辑其实不是有个问题的 好 那接下呢 好玩的地方是说呢 如果这里面 这里面如果还有 额外的ifelse 好 如果这里面还有额外的ifelse呢 它不会影响到外面 因为这个 它会这个东西挂起来的 好 所以最主要用途就是 我不会 这边的 这边就算 上面有发生说ifelse 它不会影响到这边的else 好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 避免这个langeringelse的使用 好 好 那再去看 那 呃 在讲那个 物件导向篇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 理所不到的西原里面呢 我们讲这个 物件导向篇 这个 物件导向程度设计 就是说呢 呃 其实呢这个 要实做基层的功能的时候呢 其实 是有很多方法 好 像这个 Plan9 那大家知道这个 Plan9怎么来呢 Plan9是这个 贝尔实验室的 原班人码 好 就是原班人码 开发UNIS的原班人码呢 继续开发下一套作业系统 好 所以帮助说Denis Ditch 跟Ken Thompson 都有参与这个Plan9 好 那Plan9呢 它不是只是一个作业系统 其实它也有帮助它的西原编辑器 好 当然这个西原编辑器的开发者也是谁 也是Denis Ditch所主管的团队 好 跟Ken Thompson 做出 好 那这边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一开始先搞一个S 这样 然后呢 你可以怎么呢 你可以在这边做出一个继承 好 反正就是 这边 这S 摆在这边 好 然后你就可以ly加一些什么 加一些成员 好像这个 就称呼叫Chance Pattern Unit 就是搭配格路的Extension 好 这样赶快例子来讲话 然后就可以去用这个机制去做出Plan9 好 请你参考一下 好 接着就是说我们计算时间的时候 这个很关键 就是我们前面讲了很多次 我们要求这个尝试不只是要正确 正确是非常基本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很遗憾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产品很难允许 来的东西都做得很好 这个很困难 但是 这个要求是一定要有的 正确 然后再什么 效率 那个效率呢你不能是盲目的说我用了什么神奇方法 它就变快 不能这样 所以需要一个更精准的测量 所以注意到在这个作业系统来讲的话 在类似UNIS的作业系统 包括Linus BSD上面 它其实有一个精准度较高的timers 我们称为叫 High Resolution Timers High Resolution Timers High Resolution Timers 这个东西的标准是来自Parsis 103.1b 好 那里面呢 就有一张一节 专门来探讨clock 跟timers 好 注意到这次测试看讲的话 就是这个Parsis的标准 好 然后呢 它是有办法让你做到什么呢 做到这个Microsecond等级的精准度 好 好 那至于这东西怎么运作呢 请你去参与一些相关的材料 好 这边要可以进行一下一些 一些 呃 观念 就是说呢 我们其实呢 在 呃 呃 运用的时候呢 要搞清楚那个什么 运用的时候呢 要搞清楚它的那个实践的使用 啊 就是有有两种 有两个不同的韩式 一个叫clock 一个叫clock gate time 这两个东西要搞清楚啊 就是说你要搞清楚 之前你要搞清楚的一个精准问题 好 就是你要搞清楚两个 一个叫wall time wall clock 好 那一个叫cpu time 好 我们再计算一个程式执行 这个一个操作啊 最后我们讲一个程序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program 或者一个某一种动作 可能是procedure 然后就把 就是把写成程序比较一般性 好 那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件事 比方说做一个quick source 对不对 原始资料是这样 然后交给quick source 然后把它变成不同顺序 那可是呢 那可是呢 我们其实两个时间呢 是不同的 一个是wall time 就是挂的洞上 摆在你这个摆在墙上的那种 它是真实世界经济的时间 好 那坑统里面也会有一个专门在记录 这个wall time的时间 好 但是注意到呢 这个还有一个东西叫cpu time cpu time 注意到呢 其实你可能在电脑里面 可能有好多个cpu 可能有好多个不同的read 所以cpu time 有可能会比wall time clock来得大 为什么 因为也在切换 注意到 所以你看我们讲这个wall clock 讲的是绝对的时间 但是cpu time讲的是一个相对的 就是由这个执行的单元 比方说执行序压 或者是一个process 所以它准备追踪时间 所以注意到这两个时间会不同的 所以有可能cpu time 在这个城市繁忙的时候呢 它的总量会比wall clock time 来得大 这是会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要特别这样 特别去留意 好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就会影响到我们对这个 时间的计算的进取度 好 休息一下 好 我们继续回来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 这个high resolution timer 好 那请你认真看它的这个用法 好 然后还有那个限制 如果呢 你要对这个 呃 城市的那个效能 做一个很具体的分析的 一定要很清楚说这个 这个wall clock time 然后还有这些 不管是 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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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r 啊 还有对应的这些 像clock ktimes 这一系列的这个方形啊 反正说它的这些clock source 然后其实有必须要足够的了解 特别是在现在很多操作呢 它的这个单位都是在 macosecond 啊 micosecond 这些更微小的一个单位 那因为这些操作呢 算很微小 但它发生次数非常多 所以那整体来讲的话呢 如果你一开始对这些时间的计算 没有搞得很清楚 你可能都去误会了 你会可能是低估了 或是高估了 那这个东西在这个现前的这个资源系统 都会做一定规模的放大 这都是你所不想遇到的状况 好 那接着我们讲一个东西叫go to 那讲go to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在你所不知道的西元讲座里面 有个东西叫做go to go to 什么 流程控制 这个是我们的讲座 那这里面讲座呢 其实就是来讲go to go to的也没有害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让大家复习啊 这个梗 这个梗 这梗就正应到台湾的幸福是什么 恐有什么什么疑虑 恐有寒导大横大直的疑虑 就是这种 好 然后所以看一下这个东西很好 你看到这个之前呢 就会有一篇文章 好 在这里 就是1968年 就可以说go to statement go to statement consider hounful 然后呢 这就写go to statement consider hounful 认定go to有害 这个认定 认为有害是本身是不是有害 好对 听起来老学吧自己 看 go to不 go to 有没有害处 这个是很难去界定的 那这个在我们这个 这个议程来讲 后来其实呢 花更多时间 不是在单纯只是讲字面上的意思好 更多时间是跟你讲 真实世界中go to怎么去用 怎么去善加的去运用 好 那我们再看几个比较 从技巧的面来看的话 如果呢 你没有好好用go to的话 就是如果没有用go to的话呢 你可能会导致一些很恐怖的程式码 好 比方说像这个 好 就是说 像这段程式码就是先开档 好 开档之后呢 有可能什么 有可能这个file打不开 是吧 所以你会这样return 好 但是呢 我们开档之后 绝对不是只为了开档 然后之后关档不是那么简单 我干嘛会有要写档 好 只要有档在操作就可能失败 好 所以你看我这样去要干嘛 就要写这个值 好 然后呢 要把这个值记下来叫回传 好 还可以对吧 但是如果反过来说 再看另外一个地址 比方说就这个 这个东西呢 就是 你如果有go to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样设计的 好 如果做某个动作 好 做某件事 就是如果失败的话 勾住在这里 好 然后呢 欸 做第二件事 就是失败的话 勾住在这边来 然后 3的话在这 然后你说 欸这个1 2 3的1 1 在哪里 注意看的顺序啊 看到 这边 这边如果你go to的话 是最里面这一层 那如果是go to2的话呢 它是到这一层 所以 go to2的话呢 它的这个散后 是从 2 1 就2跟1 那如果是go to3的话呢 是从3 2 1 所以注意到 那如果是go to1的话 它就是1 所以 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不需要 反过去写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没有go to的话 来给你欺赏一下 没有go to的版本 有多悲剧 就这样 大量它出现cle up cle up cle up 而且 需要好几层 你看喔 原本这个模式的话呢 它很单纯 就一层的 in 搭配go to 单纯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如果坚决不用go to的话 就会有这种东西 要写成这样 而且写成这样的话 你搞到后来 可能就会搞不清楚 到底哪些东西 有没有考虑到的 好 所以注意到呢 我这边只是要提醒各位 如果你善用go to的话 有机会写出更精简 更优雅的程式 好 注意到 这个是一个 所以叫linux kernel 其实用到蛮多go to的 然后呢 我们再讲一个东西 叫computing go to computing go to 这个东西有趣的 特别在设计一个虚拟机器的时候 一个virtual machine 或者设计一个计算机 这样你的程式可以接受一些输入 像你一定听过的东西叫smart country smart country本质就是一个新的程式语言 像java square学习 学都学一些怪怪的东西 我对这个solidity有一些偏见 请你原谅我 好 那总之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 你会需要设计一个程式语言 会去设计一个虚拟机器 你往往一天到晚就会面临像画面的这一段程式 我要去看 一就是它的op code 去判断我要做什么事情 op code跟你说要加加 op code要跟你加减减 op code跟你要乘2 除2加7 然后正的变负的 负负变正的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乍看没什么问题 但是注意到 这个效率是会有影响 因为这个设计到什么 这个设计到 对CPU来讲 CPU通常都有个机制叫做什么 分支预测 就是说呢 我原本是if 那我有else 那我会看if的成立的机率是多少 那这次是if 下次又是以分的机率多少 所以他会有个叫 就是叫什么 叫做branch protection 这个branch protection 基本上在现代处理器 都已经可以做得不错了 但问题是 如果你的程式码写成这样的话 branch protection很难predict 对吧 你根本不知道 NC后面到底是DEC MUL后面到底是NC 还是ADD加 ADD7ADD2 你根本搞不清楚是什么 但是呢 你可以先把这个沟通范围去算好 所以你讲到说 我就把这个D值算好 所以我就是 注意到这个是一个extension 就是我要把 把那个 要找转的地址写好 所以 这段程式码跟上面看起来很像 但是具体意义是差很多的 它需要跳跃的范围 是DAV说解 因为我要沟通的对象 注意到 原本呢 每一次操作完都要回到源头 但是注意到 你看到 这边有故意写个dispatch 你在取来讲话呢 我就沟通个表 这个表呢 其实 CPU是知道的 因为要跳跃路径 其实都已经写在一个连续的框间上 所以我在查阅的时候呢 其实CPU是有机可循的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可以看到说呢 这样的一个机制加入之后呢 可有机会 这个CPU的勾度 有机会带来25%的效率提升 好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为什么会快钱 你自己回去看一下这个原因 就是讲这个本一本action 好 然后呢 接着我们来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说 这个 switch case 本次上它是一种勾度的特化板 好 你就想要是前面上一个 在那个computer勾度 好 那一个特化板 然后这次呢 这个switch case 它其实只能接受整数 好 注意到 它就是一个查表 那所以查表呢 就是由 由数值去查表 那可是呢 有没有可能 我今天是查的对象 switch case 想要 查的是 自串 然后jpg png html 有没有可以不想写 可以 好 你就写一个这个multi-gryptor constant 就是可以写这个 好 那技巧在什么呢 我就透过这个bwise的操作 把这些档名 然后比方说.jpg png 注意到这段程式码 是用在一套webserver上 这是一套webserver 叫做lban lban lban是一套webserver 你可以去查一下 好 有sauce code 可以参照 这个 这个 很小很精简 而且 而且 技巧用的 恰到好处的 好 所以你看 这个webserver来讲 不可避免要除以一大堆 这一堆 这一堆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就希望 switch case 直接case css 就是htn 好 单纯多 所以我们先用一个macro 把它转成 把字串转成 转成数值 好 随到这个东西转的方式 好 总之就是先 先把它encoding成一个 30个元宽度的数值 好 那所以我这边来讲话 我就是去做这个计算 所以我们这边来讲话 这个l 就是相当于值 就可以很容易的变成一个 数值的比对而已 好 好 那这边的话 相关的说明请参照这个 请参照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一个技巧 跟你讲这件事 好 但是真正好玩的地方 不是这一段情绪 是后面那一段 真正好玩的地方在这里 这东西才有趣的 好 那 有没有可能呢 我们再设计一个 一个 机制 就是说 刚才那个程式码 好 就是 你以前都会遇到这种码 SDR NCMP SDR NCMP 这样就是GET 最后面还有一个空白 然后还有一个4 那POST 后面有一个空白 有5 那Delete 后面有一个空白 总量是7 好 那你看 这边 把刚才那个技巧加进来 就是这个 String to Unsigned Integer 32 好 那所以一样 用刚才那个技巧 就是我先做一个 每一个byte 把它引扣 所以这个东西最后变成一个数值 好 然后接着透过这个 String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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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刚才那个东西 直接来说 它就是这个插表 好 那我呢 我就每次呢 就带进去去 去查这个文法 查这个 就是 后面就建立这个表格 所以这个Messor Get Messor Pulse Messor Delete 那我写的时候就这样写 好 那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它就会变得很单纯 那因为你看 这个东西的效率是差很多的 这个第一个呢 你写程式的时候就可能 会搞错它的支撤长度 这个第一个 Gate 就比较像Commerce 它原本应该是4 你就比较像3 因为你没有看到这个空白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我每次都要呼叫这个Function Call SDRNCNP 好 虽然 GNU的GWC都会做最佳化 但是你不可避免 你在最糟的情况下 会呼叫几次呢 1 2 3 4 最差的情况下 你会呼叫四次 对吧 但是以这个例子来讲 好玩 因为它是一个switch case 它是一个查表 所以从头到尾 我 只需要 比较一次 好 所以注意到哈 它是比较一次 就是查表 好 所以你的 你的这个 执行成本 时间成本 不只看起来比较优雅 最重要的是 执行成本是下降的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它就是它的那个 比较整数是很快的 好 然后你可以避免这个 平反的这个呼叫 好 然后这个东西对punch protection 好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毕竟它就是 少了很多 好 好 那 你会好奇说 这上面的技巧 你可能或许都懂一点 那有没有可能说 把这些东西提大成 有没有东西 还真的有 那这个东西一定要去理解 这个 厉害的大提琴 这个东西太强大了 这个厉害的大提琴专业实在是神奇啊 好 这个 这个专业呢 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 它就是把 西元的层次设计 把它变成一个更高阶的设计 好 这里可以看扣 乍看会觉得很奇怪 可能会 可能你写过perl 你会发现 是根本看起来就是一个perl 对不对 但是它就给你一个比较高阶的 比方说你就可以 我不用管它形态 我就写VR 可能我自己会后面写定形态 好 然后好玩的要是什么 我就可以 就是一个integer的array 然后也可以用 还可以用new 然后可以forEach 对 我就 Iterate 别带的 从第一个到第二个 第二个到第三个 走过去 好 那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会有garbage correction 所以说这些物件配置好之后 它虽然前面有new 但是底下不用delete 超过scope 就是这样 自动被回收 甩吧 然后这边还可以搭配这个forEach 可以做很多事 然后这下有很多示范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那强大的地方就在哪里 强大的就在说 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怎样 但是就是善用它 那我的建议是说 可以去看怎么去包装 怎么做这些事 那整体来讲的话 它里面技巧真的还蛮难的 但是 你可以从中可以学到蛮多的机制的 比方说你给画面说 你要怎么去切割你的这个资料结构 让它可以有足够的多的这个重用 然后再把这些物件导向的 像那个多型 定义它的界面 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type class 像刚才讲的这个gabbage collection 这很重要 特别是你要理解一些构大的系统 像这些web browser data base 它们其实都有gabbage collection 当然认识可能都有 甚至还可以做backstream 对这些高界的东西 好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些 这个Gnu的extension 就是基本上我们通常不会只用这个 只用西元的标准而已 很多时候呢 会用到标准以外的东西叫extension 那往往呢就是为了要做追加化啦 或者做一个更好的一个debugging 或者像前面讲的那个 array size的东西 对不对 我想把pone the type的东西挡掉 好 像这个东西呢就需要一些什么 一些机制 好 所以呢在这个gnu extension里面 有个东西叫type of 好 type of呢可以让你输一个变数 好 那比方说这个 好 就有这个type of 好 所以你看这个a 它是inter type 好 那type of呢就会得到什么 就会得到ante 好 好 所以帅啊 这个东西是一个形态 好 所以你可以拿type of做完的东西来干嘛 来宣告 好 好 那Tony好像看到 这个type of ch 就是 就等于嘛 就等于 point to character 好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你会觉得还好不了啊 这什么梗 好 注意到啊 通常的用途不是比 但是你用 它是搭配这个mac 好 来接着来讲一个神奇的东西 你看到 如果以这个max 这个我写的这样 就会不明是这样比较嘛 好 那比较的话呢 如果我们写的话 我可以这样写 那觉得奇怪 我怎么写那么复杂 有没有看到 type of a type of b 好 然后a跟b比较 好 我干嘛还要弄个底线的版本 怎么写那么复杂 为什么不能直接写成这样 对不对 像这个东西很单纯 好 因为呢 这个写法 注意到啊 这个写法 有可能会已经导致一个 这种作为叫做double evaluation 就某些东西可能会进行两次 好你看哦 再两次哦 这是你觉得naive的版本 对不对 天真无喜的版本 好 你看哦 天真无喜的版本呢 我们这样子写一下 这边数两个字 一个加F1 一个加F2 这边两个function 对不对 做这个动作 做一个东西这里 做一个东西呢 它比较1 好 可是呢 这个do one time 好 这个就是顾名师 就是如果你去看 它的do one time 就是印出来 好 那在最终的版本呢 其实有趣 它其实印了三次 好 在这个印出来的结果来讲的话呢 它是会印出这个do one time 这件事 会三次 可是呢 我们在这个max的地方 我只想两次吧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数值 好 这个数值呢 回传至0 这个数值回传至1 好 所以我们最多得到的 应该是要得到1 好 那 但是呢 我会期待的东西是 各自印一次嘛 对不对 我本来因为其他的呼叫 好 为什么 因为原本东西已经展开了 好 所以注意到这种事情 如果f1大于f2的话 它会印出f1 不然就是f2 好 所以你会发现说什么呢 这个被evaluate一次 这个也被evaluate一次 但是最后又再evaluate一次 所以其实有三次的evaluate 好 所以为了这个导致 为了避免这个double evaluation问题 所以你要干嘛 你要先把它只存起来 所以我就nb 因为它可能会做evaluate 我先把它只存起来 存完之后呢 再做比较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避免double evaluation 好 好 那我既然要存下来 就要把它的形态搞定 好 然后呢接着这个是底下一个东西叫 contain of 好 这什么鬼呢 这是在linus坑里面用的很多的 好 然后contain of的这个用法 里面就用到这个神奇的type of 好 那这个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请你今天慢慢看 这个在结束的一个机制 好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我们再继续讲 就是说这个 因为这个macro 像前面讲一讲 你看讲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搞这么困难 对不对 其实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它本质上去展开 所以展开之后呢 就可能有多次的evaluation 对不对 像刚才这个 这样 double evaluation 就是中文 那所以呢在这个client 好 注意一下 在这个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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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ent里面呢 它就做一个东西叫block 注意一下这个东西 所以你没看错 这个东西是一个block 往这边 好 那就可以限制 好 限制什么呢 限制它不会有这个 我们所谓的sidebacks 好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很好玩 这个就用丑 称为叫做lander expression like 就是类似这个lander expression 但是在其家间很多 好 所以注意到 就算到今天来讲话呢 其实我还是有很多东西是 呃 还有扩充的空间 好 像你看这个 例子就很有趣 好 为了要避免 多次的evaluation 好 再回家看这一次 如果你把double定义成这样 a 加上a 好 那所以呢 实际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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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叫一次 跟天管一次 好 像这跟你想象的不同 对不对 你想象的东西是 呃 呃 它是一个数值 那这个数值 算完之后 这边算一次 好 然后 这次的应该是结果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做法就是什么 你可以用这样一个 注意到这个括号 好 注意到括号跟这个大括号 好 小括号跟大括号盘在这边 好 这边是一个extension 表示什么 这边东西都是区域的 不会影响其他地方 好 那所以你看到我这边double来讲 如果写成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避免 double evaluation 而且 而且这个变数名称 不能跟 这个a 是重复的 好 所以要取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字 好 那当然 像刚刚提到这个block 好处是什么 因为上面的东西很麻烦 所以你会把它简化 好 那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是由这个clane 去提出来的 所以如果说你要用clane的话 比如说你要用这个字段程式呢 你需要用到clane 好 那有很多程式语言都有支援类似的机制 像这个python 它就是这种烂拿的机制 然后呢在刚刚讲这个block 就是一个 一个扩展 那这个在clane用了很多 然后 在gcc的话是叫做nesty function 那这有一些具体用法请开架 主要就在讲这个影响侧面 那这个简单说它就是为了避免那个double evaluation 那所以大家可以注意 这个东西这个细节很烦 但是结果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原本预期是evaluate一次 但是结果最后竟然是evaluate一次 为什么 因为c的preposition是很单纯的 它说到的就是自创 它就是一个自创处理器 你不能把它叫做编译器 它不是个程式语言 它只是一个替代器 所以注意到它只是一个文字讯息的处理而已 它跟完整的程式语言要像type system 会有一些sematic analysis 是没有的 c的preposition是不做类似的 但是又很容易写出错误的程度 所以我们在技巧里面 特别花力气在讲的部分 就是太容易翻出来 好 那接着我们来讲link list link list的东西很有趣 很多书籍在讲西元的时候 顺便讲叫link list 就是 虽然link list是属于资料结构的范畴 但是很多西元课程 通常会教你link list 因为它太单纯了 就是它可以很单纯的实作 反正我就是指标 再指标下一个 好对不对 好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如果你看一个真正的实作 比方说你如果找 inux.list.h Linux.list.h 然后你就会发现 它也是link list 但你就不知道在写什么鬼 对不对 光list head你就头晕了 这什么鬼 然后list head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right ones 然后这个 如果说你去找add 对不对 就觉得奇怪了 这个add 光它的参数就搞不懂了 对不对 这边是一个inline function 然后这边有什么 这边有三个参数 然后跟想象说add就不同了 对不对 然后像底下这个add 这边有个底线的add版本 然后这个是list add 就带进去new 新东西在这里 然后head head next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东西就跟你这个 平常想象的东西 或者平常你在教科书 看到东西就不同 然后甚至还有这个运数 更反的地方是什么 你们看到程式码的常数 对不对 在目前来讲官看到已经冲到889了 当然有很大比例是因为是注解 还有一些incru的东西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什么 这里面用到的技巧跟液体就很多 所以我们来quite去分析一下 为什么Linux用macro来做这个list 为什么不单纯 只是用function code 因为function code是有成本的 那这边做一个展示 就展示什么 展示一小段程式码 那这个程式码就是跟你讲说 用macro去做A乘B 或者用function code做A乘B 这样的东西 这个看起来很单纯 对 好 你可以看到说用macro的版本 用macro的版本 在底下 所以使用时间战争是少 但是用function 这个时间分布就比较广 所以就是简单说 我们最佳空间是比较大的 好 那Linux用这个link list 用很广 就是基本上 你为什么要用link list 最大好处就是 我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不用一开始就决定它资料程度 依据需求能去增加 所以在正式情况下 一大堆东西都会有依据需求增加的 你的process 数量是不变动的 然后你的inode inode是跟档案系统有关的 或者说这样的inodex 就是网顾的档案系统 那Linux来讲的话 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叫teststruck teststruck teststruck真的很神奇 它光结构的定义就超过620 所以它不是程式码的 它只是一个结构定义 就是一个struck里面的内容 那里面就高达620 这个很狂 那里面有一大堆这种东西 那里面其中有个东西就是thishead thishead 好 然后注意到Linux的风格 就很有意思 也是这样子称起来的 然后如果你对档案系统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这个 另外一个讲座叫做Linux核心设计 档案系统概念及实作方法 然后你也可以实作一个静态的 也就是说我不用Mailock跟Free 就可以实作出一个Link List 好 在编译时期去把东西串接起来 这炸心炸很很很很很很难懂 对不对 好 比方说你考虑到一个case 比方说假设这个程式码写成这样 这个程式码写成这样 这个程式码写成这样 就是说 其实你估计这个东西要好 这个程式加进去 所以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宣告一个 就是 定义一个Macro 它叫什么 叫做 container contents 它就叫con con就是contain 包含的意思 包含什么东西 那我就想它是container 所以你看 我有container 包含酒 我酒里面还可以帮了另外一个container 就像那个档案系统这样 就是说 你就想这个东西是一个目录 酒是一个档案 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目录 那目录里面可以有目录 所以到最后面的时候就是 就是档案了 然后到这边结束 所以你看到这边很打玩笑 这边这个资料7 这边有个资料4 这边有个5 然后我这边就有一个shock 起在这边 好 然后神奇的地方要发生呢 神奇的地方是 我这个一开始把这个资料写进去 叫做9547 好 这个9547 那它是静态的排列 那我静态排列之后呢 我可以用这个for 这边for 然后这个可以干嘛 可以这个for each 像前面这样for each走下去 神奇是要发生的 这个for each走下去的时候呢 狂的地方就在这里 哪里狂的我们来想一下 当然好 我们这边就是 其实就是 这边还是有指标的 好 那只是说呢 我们在编译时期 把这样的一个什么 把这样的结构建起来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底下这个展开 好 然后呢还可以看到说这个用法 这个用法叫做compound literal 好 这个也是在C99 规范它叫compound literal 所以就可以对一个 位置大小的reg struct 做出始化 当然你可以对特定的那个内容做 做那个 改变它的 付与它的特质 数值 好 那所以呢我们就善用compound literal 然后搭配这个东西可以展开 好 而且可以在执行时期可以这样子 就这样子 建构起来 而且这个东西酷的地方是什么 诶 我可以去改变这个指标 注意这样 虽然这东西是没有用到maylock 对不对 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用到maylock 但是呢 你有必要的话呢 你可以干嘛 你可以maylock 好一段位置 而且把这个nest 指向那个 你配置的空间 所以它又可以整合到动态 所以你看到 我这边的 这样的技巧是什么 这边是一个静态link list 它可以运作 所以你想说我静态link list 可能有些 预先留好的一个名次 对不对 就像你偏爱的 你喜欢的这个列表 比如说有哪个东西 开机的 开机有哪些层次 一开始一定要存在 所以我就用静态的方法建起来 就开机开一段时间之后 有新的层次建起来 那我就再继续串结起来 把底下这个结构 我把这个换掉就好 就继续走到底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它就可以兼顾动态跟静态 那如果说你一开始 如果完完全只用那个 Maloc 建立的话 有一个缺点 因为Maloc 就是需要用到Heap 那Heap 就很麻烦 因为你想要 特别像Linus 它开机的时候 不见得有Heap 但是它启动的时候 就会有Stack 因为有Function Code 就可以有Stack 你只要有办法 有一个 让区域变数有地方放 这个技巧 这个静态link list 就会被进去 所以这件事有趣的地方是 它跟一般的Array不同 一般的Array是 它是Size固定的 你看到 但是这个技巧在于说 我只要改动 最后一个指标 我就可以后冲 我就延伸下去 我可以选择不动 不跟动这里面东西 而且我也可以选择 改变它的顺序 对不对 比方说我9直到这边7 对不对 那我就改变了这个顺序 这是一般的Array做不出来 所以注意到 这个静态link list 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法 不然说Linux Kernel 也有类似的手法 用在里面 好 那这个底下 请你去 也有一篇很好 很有趣的文章 你可以去叫它最早看一下 讲这个AA link list 的实作机制 因为我刚才那个程式是 我刚才那个程式是单纯的 比较是单向的 那你可以做一个练习 是做一个双向 好 然后这边来讲话 就是讲这个 它有讲到Linux的例子 稍微秒下 Linux Kernel 那Linux Kernel的做法很特别 它有个东西 刚刚刚没讲清楚 那List Head 那List Head才有Nest跟Previous 那你以前都把Nest跟Previous 直接写在这个结构里面 但是注意到 在Linux Kernel 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做法 就是它在额外建一个List Head 叫做什么 Nest跟Previous 它其实也是一种 其实也是一个包装 那最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一旦 那个Nest跟Previous 它被包在List Head里面 那我就可以用透过List Head 注意一下 我们之后的操作 其实都是透过List Head 透过List Head的这个结构 等一下 我们都是透过List Head的结构去 然后搭配刚刚讲这个Container 因为我知道这个结构 就是有一个叫List Head 那所以我只要看说List Head List Head是不是在一个结构里面 就可以知道它是不是LinkedList 再注意一下 你看这个技巧在什么呢 如果你把这个Nest跟Previous 写在这里的话 就是Fool的Nest 就是它的形态是 就是它的形态是 就是假设你这边写一个Nest 跟Previous 那而且它的结构是 它的形态是 Pointer to type Pointer to structure Fool的话 那我存取的时候 永远都只能用吧 Nest跟Previous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有写这个什么 List Head 而且你透过前面那个神奇的 Containerof 这个Maker 用Containerof 这个Maker呢干嘛 去找出这个List Head 是不是有包含在这个字里面 就有包含它的位量在哪边 那你是不是去算得出来什么 算得出来它的Previous跟Nest 而且最酷的地方是 这个东西是Compile Time 虽然这个东西很复杂 但是Compile Time 可以知道 所以我在Compile Time 就可以把Nest跟Previous找出来 所以你就可以设计一个 通用的一个ForeEach 博异学这个Maker 所以你看 这就是一种在西语言层级下 达到一个Genetic 口归名 所以这个很有趣的一个机制 请教他对照看一下这一篇 好 好 那我们在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里面 其实也有一个讲座 主要讲什么呢 讲这个Link List 和非连续题题的这个操组 这个是很很经典的部分 那有些人就可以去对照看一下 那这个其实在Linus Twas 在2016年接受Ted的访谈 Linus Twas 基本上已经不演讲 但是他很喜欢跟人家访谈 所以这个有趣 大部分Ted的演讲都是什么 都是讲者在台上讲 讲了18分钟这样 有的人只讲10分钟 但是Linus Twas不同 他出动了Ted的创办人跟他讲 讲了讲话 这只不能大看 好 那总之就是跟别人讲这个东西的运作 还有一些像GDP怎么去做Link List 好 然后最后就是最后这个议题 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讯息 就是说我们在你所不知道西语言的讲座 有讲到动态链接器 链接器跟档案资讯 还有C Long Time 你为什么要了解那么多呢 这边就举另外一个例子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 我想要你可能想要在执行时期去查 有没有out of memory的状况 对不对 前面有讲过一篇文章 遇到这种状况很麻烦的 所以这个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就写一个ripper 这个ripper包装了什么 包装了很多东西 但是其中就包装了什么 maylock 这样 maylock 好 所以你就想要说呢 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把maylock也好 klock也好 就是这个clc 或是reallocate 那总之呢 在建立的时候呢 都特别去干嘛 特别去把那个 配置机器的状况把它追动下来 所以你看 你可以去印出一些必要的讯息啦 或者印出一些警告啦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都可以追动起来 那这件事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你可以在完全不用更动 既有的程式码的前提下 透过执行时期的这个机制 比方说ld preload 那所以我不用更动程式码 但是我可以追踪到 机体的用量 甚至我可以判断出来 依据你的使用量判断出来 后面很可能会失败 所以我可能就及早停下来 或者把一个控制 或者给你logger 因为原本程式码 你想要分析的程式码 也有可能已经拿不到sourcecode了 或者说就算拿到sourcecode 你可能改不动 不是给你sourcecode就改得动了 其实我想尤其已经在工作的朋友 那种挫折感 不止静的 那个很静的 越慢动手的越复杂 但是如果说你透过这种机制 掌握执行时期的机制 你就可以去做这种追踪 所以注意到我们今天讲这些西元技巧 不只是在编译时期啦 也不是只有语法上的 不是给你语法堂 或是写的东西比较简洁 或是看起来酷炫 不是 我们是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注意到呢 就是回到开始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你之所以会在Github上发现很多东西 你看不太懂 好像学过但从来没有学会过 就是 不是说这些人要故意要卖弄酷炫脚 而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层面 我们想要封装 比方说像前面举国力的取证操作的那种封装 对吧 或者说像后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结合 编译时期 尽早做这个检验 然后在这个执行时期呢 有办法扩充 其实我们都要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真的需要这样 是把这些技巧 而且甚至知道怎么去延展 然后怎么去扩充 这是我们在你所不知道的西元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 好 那么这次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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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